这三千柄魔道重剑将成为魔族三千魔将的身份识别 三千魔将手持三千魔道重剑斩杀亿万生灵 当有朝一日 这三千柄魔道重剑磨损成三千柄细剑的时候 这三千柄宝剑中的剑灵 所蕴含的剑道便算是工程圆满了 值得一提的是 这种磨损只能透过斩杀生灵来进行 说的具体点 就是说 这九柄高九公尺多 粗壮弱铁柱的重剑只能靠斩杀来磨损 楚行云不知道 想把如此坚固 如此巨大的重剑磨成一柄细剑 到底需要斩杀多少生灵 没有试过的话 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答案的 原本楚行云还打算将这三千剑灵带回荒谷墓地 可是现在想来 显然不太适合 想让楚行云拎着这三千柄魔剑 不断地斩杀一个个生灵 生生把三千根铁柱 磨成可以绣花的细剑 这明显不可能 因此 楚行云暗暗做出了决定 他要把这三千柄魔剑 留在魔族 成为魔族三千魔将的主战兵器 回到荒谷墓地之后 楚行云只需要找回这三千柄魔剑 便可以获取其中孕育成熟的剑灵 收获其中蕴含的剑道了 楚行云相信 经过一兆年的时光 这三千柄魔剑内的剑灵和剑道 未必不能孕育成熟 如果运气够好 一切发展得够顺利的话 甚至有可能 直接收获大圆满形态的三千剑道 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 那可就太疯狂了 到了那个时候 楚行云只要将原因修炼至大成境界 再配合上三千剑道 便可以一跃之间 抵达至高无上的灵剑境 成为至高无上的灵剑天尊 有所决定后 楚行云也不多做单个 直接将三千柄魔道重剑 交给了四大魔王 接下来 四大魔王自然会选拔出三千魔将 来执掌这三千魔剑 处理完三千柄魔剑之后 接下来 楚行云召回了九龙眼 过去这六七十万年时间里 九龙眼一直在虚空中徘徊 但凡那些拥有着火系血脉的妖族 龙族 或者是其他荒谷万族的生灵战死 九龙眼都会第一时间出现 时到如今 九龙眼上的九条蛟龙弩力下 已经收起了三千种火焰 看住九龙眼的靠背之上 那朵拇指大小 悬黑色的火焰 楚行云不由地笑了起来 时到此刻 楚行云的原因虽然已经凝练成功 但却始终没有一件原因特有的冤兵 不过现在没有问题了 有了这一朵混沌之火 楚行云的原因 便拥有了超强的杀手锏 混沌之火 可以焚烧万物 即便是阻击大能 也忌惮无比 楚行云也考虑过 是不是将这混沌之火 送给傲妹 不过这个念头刚一起 就被楚行云掐灭了 傲妹的实力虽然很强 但那也得分跟谁比 傲妹虽然算是年轻一代的天才 可是和四海龙王比起来 他却什么都不是 实力不够强悍 却拥有混沌之火 这样的至宝的话 对于傲妹来说 绝对是祸而不是福 所谓匹夫无罪 怀必其罪 就是这个道理 不过 想将这混沌之火 带回荒谷墓地 可没那么容易 只要炼入原神之中的事物 才有可能带回荒谷墓地 接下来的时间里 楚行云再次开始闭关 全力炼化这朵混沌之火 时间一天天地流逝住 终于 三百六十年的时间过去了 三百六十年 整整一个大周天的时间下 楚行云终于炼化了那朵 混沌之火的火苗 此时此刻 放眼看去 楚行云的原因之上 眉心之间 一朵黑色的火苗 犹如墨点一般 轻轻摇曳住 别看这火苗 只有小小的一朵 但却可以烧穿万物 无物不分 一朵混沌之火烧过去 就算是祖龙青来 也要被烧个窟窿出来 当然 想靠混沌之火 杀掉祖籍大能 那还是不太可能的 只能说 混沌之火 拥有着伤害祖籍大能的威力 随着混沌之火 祭炼完毕 楚行云终于破关而出 现在距离大婚之日 已经只有几年的时间了 接下来的时间里 四海龙宫 以及魔族内外 全部都动了起来 楚行云的这次大婚 真的可以说是普天同庆 由于新娘一共有五个 因此 楚行云没有办法亲自驾驭九龙年 一个个去接过来 否则的话 先接谁 后接谁 这都会出现问题 为了这次大婚 楚行云临时解开了海眼的封印 透过四海的海眼 所有手持临时通行御牌的人 都可以进入幽明海 参加这次婚礼大典 大婚的过程 不必细说 豪华 隆重 奢靡 在四海龙王的主持下 楚行云和五位新娘 共同败过天地 高唐 随着楚行云与五位新娘 遥遥一拜 沙纳之间 地动山遥 海浪先天 这次的联姻 代表龙族与魔族的气韵相连 作为两族气韵相容的纽带 楚行云与冰皇 敖铃 敖秀 敖鸣 敖昧之间的婚事 自然也得到了天道的认可与加持 五道悬色魔光 自天空垂下 注入了五个新娘的顶门之内 这五道悬色魔光 代表魔后的身份和地位 也代表他们在魔族内 不可质疑和动摇的权利 按照常例 接下来自然就是该入洞房的时刻了 不过 这次联姻 毕竟不是正常的婚姻 随着婚礼完成 楚行云根本没有时间进什么洞房 婚礼大典刚完成 楚行云便忙了起来 首先 楚行云下达命令 在幽冥海内 分设东西南北中 五大海域 其中 东海敖陵 西海敖敏 南海敖妹 北海敖秀 中海冰皇 五大海域之内 分立五大魔后 负责协助楚行云 管辖魔族的一切 身为魔族一员 所有魔族 将根据自己所居住的区域 分别接受五大魔后的统设和管辖 若有魔族档案 违抗魔后的指令 五大魔后完全可以平级首长的生杀大权 随意地处置他们 幽冥海内分设五海的同时 另一边 龙族与魔族气韵交缠之下 终于不再忌惮魔族的壮大 随着楚行云一声令下 亿万魔族大军再次紧急 妖族的各大城池再次风声和力 大家都知道 妖族的末日即将来临 凭级住魔族如今的声势 最多再有一千年 妖族必然被彻底斩尽杀绝 退出历史舞台 终于 一路狂退之下 妖族退入了云甸高原 随后 魔族大军也兵押云甸高原的入口 云甸大来谷之外 楚行云知道 云甸大来谷一战 将是覆灭妖族最重要 也是最后的一战了 一旦云甸大来谷失守 妖族将在吴天险可以聚首 败王只是早晚的事 一时之间 风云聚会 就连龙族都派出了四支大军 随同魔族一同抵达了云甸大来谷之外 这一战将决定妖族 龙族 以及魔族的命运 四海龙王 以及楚行云这魔族之族 同时抵达了来谷之外 与此同时 三大妖皇 也抵达了云甸大来谷 呜呜呜呜 凄厉的号角声 从云甸大来谷的上空 滚滚掠过 云甸大来谷上空 四海龙王 以及三大妖皇 傲然悬浮在半空中 这一战 关系到龙族的兴衰 也关系到妖族的成败 因此 龙族和妖族 都已经是底牌进出 没有丝毫保留了 三大妖皇 也起了亡命之心 他们很清楚 如果这一战 他们可以杀掉四海龙王 再灭掉魔族 那么妖族便还有一线生机 可一旦这一战 他们输了 那妖族就完了 同样的 四海龙王也知道 只要赢下这一战 龙族的生死大敌 就彻底崩溃了 如此一来 这威胁了 龙族亿万年的心腹大患 也就彻底了解了 同一时间 云甸之上 雪白的云层之上 一亮漆黑的九龙眼 傲然停靠在白云之中 白云飘渺之间 楚行云端坐在九龙之上 楚行云左肩之上 悄悄助立着一只冰皇 楚行云的左手边 是敖铃和敖铭 楚行云的右手边 则是敖昧和敖秀 居高临下 六人俯瞰下方的战场 时到此刻 所有人都知道 战争的走势 已经不由普通的士兵决定了 所谓 百族之虫死而不将 若不能斩杀三大妖皇 那即便攻破了云巅来骨 妖族也不可能真正被毁灭 只要有三大妖皇在 妖族一旦分散开来 就总有再次崛起的机会 因此只有彻底击败 并且斩杀三大妖皇 才可以真正从根本上 彻底毁灭妖族 失去了三大妖皇的领导 失去凝聚力后 妖族的子民就算没有被杀进 也不会再聚集在一起了 失去了三大妖皇 妖族的各种族 只会各立山头 各自为王 在南城大气候了 原本三大妖皇 是不会轻易给四海龙王机会的 不是四海龙王想战 三大妖皇一定要奉陪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 四海龙王联手之下 其实根本打不过三大妖皇 因此四海龙王也不会轻易去找死 可是现在 因为各种原因 已经千万年没有发生过的 三大妖皇对战四海龙王的好戏 竟然再度上演了 九龙脸上 楚行云和小兵皇 倒是一脸的悠然 丝毫不为下面即将开始的战斗而担心 但其他四大龙女则不成 下面的四海龙王 可正是他们的亲生父亲啊 虽然敖秀是个例外 她并不是北海龙王的亲生女儿 但是那北海龙王 对敖秀虽无生身之恩 但却有着养育之恩 对敖秀来说 养育之恩 其实是大于生身之恩的 因此 敖秀对北海龙王的关心 是情真意切的 丝毫不在其他三龙女之下 看出四个妻子担忧的表情 楚行云摇头一笑 正打算开口安慰一下的时候 下面却瞬间传来一声巨响 恶然低头看去 入目所见 三大妖皇 已经和四海龙王站在了一起 不得不说 金雕 狮旧 苍鹰 不愧是以蛇类生物为时的强横生物 虽然彼此的实力和境界都差不多少 但真的打起来 四海龙王却瞬间便落在了下风 放眼看去 那九头雕肩膀一晃之间 肩后的八颗脑袋 瞬间化作八道黑影 呼啸着朝四海龙王窜了过去 放眼看去 那八道黑影 犹如八柄飞剑 却又远比觉得多数的飞剑来得灵活 来得迅捷 在羞羞作响的破空声中 那八柄飞剑一般的八颗头飞舞处 即便是四海龙王那强横无比的龙灵 也根本就抵挡不住 嗤嗤嗤 锐利的破空声中 只一瞬间 四海龙王那长达万米的真龙之躯上 便被穿出了几百个窟窿 根本就抵挡不住 还好龙族的恢复能力 是最恐怖的 虽然被冻穿了那么多次 但是并没有被伤到要害 所有的伤口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迅速地恢复着 只三 两次呼吸的时间 所有伤口便禁数愈合 彭扶从来没有受过伤 可是 面对这一幕 四个龙女却没有开心 反而捏紧了双拳 一脸的紧张 楚行云知道 他们的担心 并不是多余的 虽然所有的伤口都愈合了 但是很显然 四海龙王吃亏了 受伤了 战力也受损了 这是不争的事实 在四海龙王受伤的同时 那九头雕却安然无恙地 翱翔在天地之间 根本就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 虽然短时间内看 四海龙王基本上没有太大损失 但随着战斗的持续 随着这样的损伤越来越多 他们终究会落入下风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 九头雕的那八颗脑袋 可不是死物 而是有智慧 有想法的 一旦被这九头雕 命中了要害 例如心脏部位 那么 一旦九头雕的头 射入心脏部位 他们自然会张开嘴巴 将四海龙王的心脏 给吞吃下去 如此一来 四海龙王可就遭受了 难以逆转的重创 不是短时间内 可以恢复的了 因此 看住九头雕 那风驰电车的八颗脑袋 即便是楚行云 也是暗暗心惊 不得不说 三大妖皇中 这四风金雕九头雕的天赋 实在太过恐怖 这九头雕的神通 是穿刺神通 而且是最顶级的 九品穿刺神通 除非拥有九品的铁壁神通 否则的话 只要是血肉之躯 就绝对无法阻挡 穿刺神通的穿刺 九头雕的八颗副手 再加上穿刺神通 造就了一个 无法想象的存在 从某个角度说 这九头雕 相当于拥有八把 可以无限成长的飞剑 而且 这八把飞剑 都有自己的智慧 自己的意识 过九头雕的 第九颗头中转 八颗副手之间 意念相通 彼此配合下 足以布下天罗地网 下 就在楚行云 以及五大魔后 暗暗单星之间 一道苍蝇的鸣叫声中 一只通天彻地 巨大无比的金色鹰爪 猛地从云层中 探了下去 放眼看去 那巨大的 彭扶由黄金锻造 而成的鹰爪 足有上万米高 那鹰爪的尖锐爪尖 闪耀着金属般的光泽 金色的鹰爪 破开空间 犹如一道金色的雷霆一般 瞬间朝西海龙王 爪了下去 面对这击 蕴含着时间法则的 金色鹰爪 西海龙王 即便拼尽了全力 也只来得及 扭动了一下 下一刻 那金色的鹰爪 呼啸着抓了下来 瞬间抓住了 西海龙王的龙尾 嗷乌 一声惨嚎声中 西海龙王的龙尾 瞬间便被那通天彻地的鹰爪 一抓而断 半截龙尾巴 腾空而起 朝下空落了下去 四 第一次亲眼目睹 秦苍的天赋神通 楚行云也不由地 翘舌难下 这鹰爪不但巨大 而且一爪抓下来 竟然还附带时间法则 太恐怖了 虽然用眼睛看起来 这巨大的鹰爪并不快 下降的速度似乎很慢 可是事实上 这鹰爪不但速度奇快无比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这只鹰爪太大了 简直是遮天蔽玉一般的抓将下来 根本就不容你闪避 速度快 覆盖面积又大 这样的一爪 几乎是不容躲避的 痛嚎一声 西海龙王身躯一圈之间 那半截龙尾瞬间接回了龙尾之上 虽然表面看起来 西海龙王彷復瞬间便接回了龙尾 并没有收到任何损伤 但事实上 刚才那一抓之间 能量激荡之下 西海龙王的身躯 必然遭受了剧烈的挫伤 甚至于 西海龙王的脏腑和神魂 必然受到了一定的冲击 凹乌 这边 西海龙王惊魂未定 另一边 一声惨嚎声中 又一道金色的鹰爪 自天穷之上 垂落了下来 这一抓 虽然没有抓中四海龙王 但是那尖锐的鹰爪 却还是擦着南海龙王的身躯 抓了过去 在楚行云和五大魔后的注视下 南海龙王的躯干之上 被尖锐的鹰爪 开出了三条深可见骨的伤口 烟红的 岩浆般的鲜血 顺着那三条伤口 将骨的流淌住 嘶嘶 轰隆 同一时间 云颠来骨的上空 三大妖皇中的 施旧妖皇九霄 一一敌二 与东海龙王 以及北海龙王 打了个旗鼓相当 不分上下 施旧族 是天上地下 个体战力最强的种族 这施旧妖皇九霄 可以凝聚亿万妖族 大军的战气于一身 只要有足够的妖兵妖将在 九霄的战力 几乎是无穷无尽的 平常的时候 九霄的战力 其实也就一般而已 比所有的妖将强出一线 但却也只属于妖将的层次 和其他两大妖皇 斯丰以及秦苍比起来 九霄的战力 是非常弱小的 但一旦九霄上到战场之上 将亿万大军的战气 凝聚自己身躯之上的时候 他的实力 便会千百倍 甚至千万倍的提升 此时此刻 凝聚了千万妖族的战气 羽衣身之下 九霄的战力 在疯狂地飙升着 即便是东海龙王 以及北海龙王联手之下 也只能勉强地抗衡 却无力将之击败 看住下方的战场 楚行云顿时皱起了眉头 虽然知道三大妖皇 足以正面击败四海龙王 可是楚行云万万没有想到 彼此之间的差距 竟然如此之大 这完全是一面倒的碾压 眼看着战局即将糜烂 下一刻 四海龙王也开始发力了 很显然 身为神龙 四海龙王可不是以肉身的 薄杀为特征的 嗷 嗷嗷嗷 四声悠扬的龙音声中 四海龙王猛地脱离了战团 巨大的神龙之躯 腾空而起 一路升腾之间 四海龙王 很快便钻入了天空中 那洁白的云团之中 随着四海龙王进入云团 沙那之间 四海龙王的身躯 开始剧烈地膨胀起来 原本 四海龙王的身躯 只有万米之长而已 但进入云层之后 四海龙王的身躯 在云团中蜿蜒扭动 神龙见首不见尾 随着四海龙王的蜿蜒扭动 万米长的身躯 渐渐膨胀 从万米变成了万里 轰隆 轰隆隆 伴随着四海龙王 那长达万里的龙躯摩擦 一道道雷鸣声 自天穷之上 轰然乍响 天穷之上 四海龙王纷纷从云层中 探出头来 俯瞰 驻下空的三大腰黄 哼 冷哼一声 东海龙王张开硕大的龙口 爆喝一声 东海之水 起 伴随着 东海龙王的声音 沙纳之间 东海的海眼之内 一道澎湃的能量 喷涌而出 巨大的喷发之力下 东海的海底 一道直径上万米的水柱 瞬间冲破了海面 呼啸着冲上了天穷 冲入了云霄之中 从云层之上看去 那直径万米的水柱 犹如一根通天之柱一般 笔直地穿破了云层 朝着无尽的天空 喷发了过去 不知道喷出去多远 终于 那喷发之力 消耗一空 那直径万米的水柱 顿时溃散开来 化作漫天的水雾 迅速地弥漫了开来 而从下空看去 随着东海的水柱喷发 一道漆黑无比的云木 从东方的天空 缓缓升了起来 见到这一幕 其他 三海龙王 也不敢怠慢 西海之水起 南海之水起 北海之水起 随着三大龙王的断河 又是三道通天水柱 破空而起 直径万公尺的水柱 照理说 其实喷不出多少水来 可是事实上 却并非如此 这四道水柱 可不是四海龙王 本身的力量 而是天道之力 这四道水柱 是四海龙王 平级天道职能 借助四海龙王的权限 催发而出的 虽然直径只有万米 可是 这四大海眼之中 每溪都可以喷发出 一海之水 说到一海之水 这里就必须说明一下了 一海之水 通常指的是 方圆万里内的海域 所能容纳的海水 也只有直径达到 万里的水域 才可以称为是海 因此 这里的一海之水 指的是 一万公里直径的 一个巨大的水球 四大海眼 一溪之间 就可以喷发出 直径一万公里的水球 这就是天地的伟力 若不是被逼到了极限 若不是此站太过重要 四海龙王是绝对不会轻易动用这最终极的力量的 随着东西南北 四大海眼的海水 疯狂喷发 天穹之上 厚重的云层 快速地堆叠了起来 从下空往上看去 万里晴空之上 四道漆黑无比的云雾 分别从东西南北 四个方向升腾而起 仰望着天穹 一种世界末日般的恐惧 让所有的妖兵 都惶惶不可终日 世界末日嘛 没错 不需要怀疑 如果 四海龙王不肯罢首的话 那么 只需要让这四大海眼中的水柱 喷发个365天 那么 当云层中 所有的水气 凝聚为雨点 倾泻下去的时候 整个世界 都将洪水泛滥 化为一片泽国 和世界末日 也没有太大的分别了 只不过 这样的事 四海龙王是不会做的 若四海龙王真的这么做了 洪水泛滥之下 四海之水也将完全被污染 荒谷万族死亡后 所形成的怨气加深之下 龙族也必然会因此而灭绝 四海龙王虽然还不敢 驾驭四海之水 彻底灭尽荒谷万族 但是 当住所有龙族和妖族的面 他们却无法接受 自己被三大妖皇 虐得如此凄惨 单对单 西海和南海龙王 不是秦苍和斯丰的对手 一二对一 东海龙王和北海龙王 竟然只和九霄打了个平手 这样的局面 四海龙王 是绝对无法接受的 终于 四面漆黑的云幕 彻底在中天会合 一时之间 整个荒谷世界之内 天地无光 乌云笼罩 七风怒嚎 天穷之上 那漆黑如墨的云层中 四海龙王 长达万里的身躯 蜿蜒扭动住 搅动着漫天的乌云 凝聚出亿万道紫色雷霆 虚空之上 楚行云叹为观止地观察住四海龙王的施法 内心里除了赞叹 再无其他 不愧是老牌的荒谷大能 四海龙王对水的驾驭 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 身为水系神龙 楚行云最大的本领 同样是驾驭海水 同样是呼风唤雨 驾驭雷霆 最重要的是 楚行云的虚空法身之内 拥有着风之骨碑 毒之骨碑 以及雷霆骨碑 风之骨碑 可以帮助楚行云护风 雷之骨碑 可以帮助楚行云驾驭雷霆 可是光有风雷 是远远不够的 楚行云还欠缺行云不雨的本领 现在 四海龙王被逼到绝境 联手之下 驾驭四海之水 凝聚遮天乌云 降下灭世之雨 这样的学习机会 真的只有这一次了 凝聚出魔祖意念 楚行云将元神融入天道之中 全神灌注之下 将四海龙王的行云不雨 驾驭雷霆的手段 尽数拷贝了下来 映入了元神之中 这样的机会 真的只有这一次 一旦错过了 再也不会遇到这么好的机会了 值得一提的是 楚行云学习的 并不是四海龙王的具体手段 法觉 以及对术法的运用 毕竟 四海龙王 分别拥有着 金 木 水 火 四大属性 各自的手段 也各不相同 楚行云真正学习的 其实是他们对法则的运用 以及对天地力量的运用 不管四海龙王 运用的是什么法觉 什么技巧和手段 他们达成的结果 却都是一样的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住 天穷之上 四海龙王蜿蜒住身躯 驾驭着漫天的乌云 凝聚出亿万道紫色天雷 轰 轰轰轰轰 下一刻 四海龙王的驾驭下 一道道紫色的雷霆 接二连三地 从云层中砸落下去 朝那三大妖皇 轰了过去 面对这一幕 三大妖皇虽然极力在闪避了 可是无奈的是 雷霆是拥有连锁特性的 根本无从躲避 在剧烈的雷声中 三大妖皇 瞬间便被劈得羽毛乱飞 看起来狼狈到了极点 只不过 别人或许不知道 但是楚行云的眼里 这三大妖皇虽然狼狈了点 但是这样的雷霆 虽然可以伤他们 却不足以杀掉他们 三大妖皇 那一身的钢羽 可不只是为了飞行 更是一道牢不可破的铠甲 放眼看去 三大妖皇虽然周身的羽毛 被雷霆披露了很多 但一转眼之间 能量涌动之下 便有新的羽毛凝聚了出来 继续守护着三大妖皇的身躯 不过 虽然三大妖皇 不是那么容易被杀死的 但是毫无疑问的是 情势已经发生了逆转 这一次 轮到三大妖皇 楚在下风了 眼看着漫天的乌云 以及四海龙王驾驭下 那亿万岛雷霆 三大妖皇不由地露出了 决然的表情 下一刻 三大妖皇聚集在一起 在半空中摆成了 一道三才通天阵 三大妖皇合力之下 将元神寄入天道之中 轰隆 天窑地洞之间 天穷之上 乌云的上方 一道宏伟的 一望无际的云霄大殿 出现在了云层之上 放眼看去 那云霄大殿之上 楼阁灵力 亿万道璀璨的光芒 自那云霄大殿之上 放射出来 金色的光芒 平铺在了那乌云之上 妖亭 虚空之中 楚行云仰望着那辉煌的云霄宝殿 下意识地叫出声来 后世中 妖亭虽然还在 但这云霄宝殿 却已经不知了去向 在楚行云 五大龙后 以及四海龙王的注视之下 云霄宝殿 缓缓自虚空中浮现 同时 一轮大日 自云霄宝殿上空 缓缓地升起 不好 见到这一幕 楚行云不由地大叫一声 云霄宝殿 是妖亭所在之处 但是总的说起来 楚行云并不畏惧 这云霄宝殿 最让楚行云忌惮的 是云霄宝殿之上 那一轮大日 眼看着云霄宝殿 慢慢降了下来 楚行云的额头上 瞬间布满了 无数的汗水 云霄宝殿不可怕 可怕的是云霄宝殿之上 那轮大日中 蕴藏着的 三十六门天罡火神弩 轰隆 正在楚行云交集之间 一道剧烈的轰鸣声 自云霄宝殿上空 响了起来 放眼看去 一道金色的光芒 瞬间从那大日之上 投射了下来 在楚行云的注视下 那道金色的光芒 瞬间射入了 浓密的乌云之中 当 下一刻 一道剧烈的轰鸣声 自云层中轰鸣而起 在剧烈的轰鸣声中 那厚厚的云层 瞬间便被轰出了 一个直径上万里的 巨大无比的窟窿 灿烂的阳光 自那巨大的窟窿里 投射了下去 照射在三大妖黄的身上 也照射在下方 云颠大来谷内 亿万妖兵的脸上 哇哦 眼看着肆虐的火焰 迅速将乌云扫退 眼神看出万丈阳光 洒落下来 所有的妖兵妖将 顿时振臂欢呼了起来 轰 轰轰轰 下一刻 云霄宝殿之上 那颗大日之中 不断地轰下一道道 流火一般的光芒 纷纷没入了云层之中 一道道剧烈的轰鸣声中 天穷之上 那浓密无比的乌云 被轰出了一个个硕大的窟窿 越来越多的阳光 自天穷之上投射而下 那炽热的阳光 犹如一柄柄金色的宝剑一般 犀利地破开云层 直插大地 一道道轰鸣声中 云层之中 四海龙王那长达万里的身躯 也不可避免地遭受了冲击 甚至是被直接命中 在凄厉的龙音声中 东海龙王怒声道 妖皇 你们真的要和我们龙族 同归于尽吗 面对东海龙王的质问 三大妖皇中 秦苍妖皇开口道 你这话说错了吧 是你们龙族 想要把我们妖族赶尽杀绝才是吧 哼 听道 秦 苍妖皇的话 北海龙王冷哼一声道 若不是你们妖族 先贪心不足 试图毁灭龙族 又怎么会有今天 面对北海龙王的话 四封妖皇冷笑一声道 谁是谁非 现在说起来还有意义吗 点了点头 九霄妖皇大声道 没错 现在 我们承认你们龙族的强悍 承认你们有灭绝妖族的实力 但是 顿了顿 九霄妖皇继续说 我们妖族 也绝对不是任人柔孽的存在 被逼急了 我们同样有和你们玉石俱焚的底牌 听着三大妖皇的话 四海龙王顿时无语了 确实 时到现在 谁是谁非 其实已经不重要了 此时此刻 三大妖皇 终于请出了最后的底牌 也就是三十六尊天罡火神弩 继续僵持下去的话 四海龙王确实拥有灭尽妖族的能力 但同样的 三大妖皇 拼击住天罡火神弩 同样也拥有着破局的能力 如果这个平衡不被打破的话 那么妖族可以拼击天罡火神弩 灭尽龙族 可是龙族被灭后 天穷之上 那四海之水垂落下来 妖族也必然会被彻底灭绝 哎 长长地叹息了一声 楚行云知道 是他出场的时候了 下一刻 在楚行云催动之下 漆黑的 升腾着黑色火焰的九龙脸 自虚空夹层中钻了出来 出现在了天地之间 端坐在九龙脸上 肩膀上架住冰皇 左右两侧 四大龙女陪伴两侧 楚行云出现在了亿万龙族 妖族 以及魔族的面前 冷冷地看住三大妖皇 楚行云知道 这三个小家伙 是狐狸的三个小跟班 小随从 如果不是逼不得已 他并不想亲自出手 将他们诛杀在这里 可是现在 局面救了僵局 他不出手的话 这个局面 根本就无法破解 见到楚行云出现 四海龙王顿时松了一口气 而与之相反的 三大妖皇 却顿时紧张了起来 冷冷地看住三大妖皇 楚行云道 现在 我给你们一个机会 立刻束手就擒 让我押回幽冥海 封印在海眼之内 你们还可以保住一条小命 顿了顿 楚行云继续说 如果你们冥王不灵 继续赋予顽抗的话 我只能出手诛杀你们 哼 面对 楚行云 都威胁 战力已经提升到巅峰的九霄 猛地踏前一步 傲然看住楚行云 九霄战意盎然地道 想让我们束手就擒 那可真是持心妄想 有本事 你就下来和我单挑 只要你赢了 那一切自然你说了算 单挑嘛 看住战意盎然的九霄 楚行云不由地摇了摇头 此时此刻 九霄已经凝聚亿万妖族的战骑于一身 其势力之强 足以和祖籍大能抗衡 而不落下风 当然 虽然可以抗衡祖籍大能 但是九霄只适合单挑 而没有群攻的手段 否则的话 光凭他一人 便足以解决目前的危局了 单对单的情况下 此刻的九霄 九霄完全可以看成是祖籍大能 堪称无敌 可是他只有一个人 就算所有大军排队 任他逐一斩杀 他也根本杀不过来 就算一息杀一人 想杀光所有龙族和魔族精兵 也需要亿万年的时间 这根本就不可能 有这么长时间 龙族和魔族早就把妖族灭了几次了 阵前斗将 九霄无敌 可是九霄的作用 也仅限于阵前单挑了 因此 楚行云根本不是九霄的对手 即便下场和九霄对战 也不过是吃力不讨好而已 当然 楚行云现在 也是有底牌的 可是那些底牌 轻易不可以动用 而且最重要的是 楚行云有更好 更适合的底牌 来解决目前的困境 根本不需要愚蠢的 去和对方阵前斗法 思索之间 楚行云冷哼一声 撇嘴道 我乃魔族 你不过区区一介妖黄 还不够资格与我单挑 说话之间 楚行云冷哼一声道 四大魔王何在 还不速速出列 伴随着楚行云的声音 魔红 魔青 魔精 以及魔海 第一时间出现在了九龙年前 看出四大魔王 那怪异的形态 久消冷哼一声 不屑地道 就这四只小虾米 根本挡不住我一朝之危 摇了摇头 楚行云淡然道 他们现在当然还很弱小 远远不是你们的对手 不过 说话之间 楚行云猛地严肃起表情 冷声道 如果你们真那么有胆量的话 那就开启时空战场 看看你们在童年龄层下 到底谁厉害 你 这 听到楚行云的话 九霄顿时置无了起来 其实 就算在童年龄下 九霄也绝对可以轻松狂虐这四大魔王 可是一旦开启时空战场 九霄周身加持的亿万战器 可就全没了 失去了战器的支持 九霄个体战力 不过是妖将的等级而已 怎么可能打得过四大魔王 见到九霄雨色了起来 楚行云不由淡然一笑 继续道 还是那句话 乖乖束手就擒 我还可以留你们一条小命 否则的话 哼 虽然被楚行云 对 都无话可说 但是九霄的心智 却未曾动摇过 傲然看住楚行云 九霄断然道 废话少说 想拿下我们 你得拿本事说话 光靠嘴巴 是不可能拿下我们的 叹息一声 楚行云 摇头道 你们真以为 有了那三十六天刚火神弩 你们就无敌了吗 听到 楚行云的话 九霄傲然道 我们知道 你们手里有七十二 地煞火神弩 只可惜 你的地煞火神弩 根本带不到地表世界来 摇了摇头 楚行云道 带不带地表世界吗 呵呵 说话之间 楚行云双手微微抬起 朝着地面的方向一抓 一拉之间 一变凸起 轰隆 轰隆隆 沉闷的轰鸣声中 地动山摇 大地晃动之间 地面之上 一座座超级火火山 纷纷爆裂开来 鼓鼓的岩浆 顺着火山口喷涌而出 面对这一幕 三大妖黄猛地想起了什么 面上露出了亥然之色 看住三大妖黄恐惧的神色 楚行云微笑住道 你们也许忘了 这些超级火火山 可都是直通地心的顿了顿 楚行云继续说 顺着这些火山通道 七十二尊地火神弩 将会抵达地表世界 到了那个时候 你们拿什么对抗 听到楚行云的话 三大妖黄 以及亿万妖兵妖将 顿时如丧逃笔 是啊 一旦七十二尊地火神弩 抵达地表世界 那么 地火神弩狂轰滥炸之下 妖族根本就没有生存的空间 妖族唯一能守住的 大概只有妖亭了 凭借三十六尊天罡火神弩 妖亭终究是不会陷落的 看着一座座轰然喷发的 超级火火山 三大妖黄彻底的绝望了 难道 真的要放弃一切 率领着妖族精锐 退守妖亭吗 可是就算他们成功逃回了妖亭 也没有意义啊 失去了地表世界的资源 他们根本就是在等死 和龙族被逼入深海一样 一旦妖族被逼回妖亭 那么他们的灭亡 真的将进入倒计时状态了 妖亭不会陷落 前提是 要有足够的妖兵妖将助手 一旦妖兵妖将死光死绝 妖亭终究还是会失守 而且最重要的是 龙族此刻已经封住了天穹 魔族也在一旁全身戒备 妖族就算想退回妖亭 也没那么容易 一旦妖族选择退回妖亭 那么地面上 这数以亿兆计的妖族 都必然被舍弃 愿由他们被龙族和魔族 屠露一空 一旦真的如此 就算妖亭永远不会陷落 可是妖族却注定完蛋了 对于关键时刻 舍弃了所有妖民的妖亭 再不会有任何种族会信任他们 支持他们了 一旦如此 妖族也就名存实亡了 对比而言 退守妖亭 还不如在这里拼死一战 尽数战死来得好 最起码 在这里战死之后 妖族的精神不灭 只要妖族的精神不灭 就总有再次崛起的可能 而一旦妖族的精神熄灭了 那才是真正的灭亡 快速地思索之间 三大妖皇的目光 顿时变得无比坚异 只短短的一瞬间 三大妖皇便同时立下了死制 时到此刻 此战 妖族已经是必数无疑了 可是 三大妖皇没有试图逃跑 他们要战死在这里 以保全妖族的精神 以及妖族的意志 只要妖族的精神不死 意志不灭 妖族就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到了那个时候 龙族和魔族欠下的一切 终究有偿还的一天 感受着三大妖皇身躯之上 那澎湃的战役 楚行云不由地暗暗叫苦 确实 只要催动地心火焰 使七十二座超级火火山 同时喷发开来 七十二尊地煞火神弩 便会出现在地表世界 可是 七十二座超级火火山 火山喷发之下 整个荒谷世界之内 九成九的生灵 都将被彻底地灭绝 超级火火山喷发之下 大量的火山灰 会被喷入云层中 整个荒谷世界 将进入长达亿万年的永夜 永夜之下 所有光线都无法照射入荒谷世界 所有需要光的生物 都将彻底灭绝 而且最重要的是 由于失去了阳光照射 整个荒谷世界的气温 将迅速降低 要不了多少年 整个荒谷世界 都将彻底被冰封 所有的生物 就算不被冻死 也必然会因为找不到食物 而被活活饿死 因此 虽然表面上看 引爆超级火火山 似乎可以将 七十二尊地煞火神弩 带到地表世界 可是事实上 楚行云根本就不敢这么做 确切地说 他也不忍这么做 轰隆 轰隆 剧烈的轰鸣声中 天地继续震荡着 深红色的火焰 自一座座超级火火山的山口 犹如喷泉般的喷涌而出 直插云霄 一块块硕大的火山石 被送到半空中 朝大地砸落了下去 火山石落处 一道道蘑菇云升腾而起 千万妖族 瞬间便被气化 无助地悬浮在半空之中 仰头向天 乌云密布 千万道雷龙 在乌云中翻滚着 俯视大地 火山喷发 岩浆横流 千万块火山石 被火山喷发到了半空中 轰然朝地面砸落了下去 眼看着亿万妖众 纷纷葬身于火山岩浆 以及火山落石之下 三大妖皇彻底绝望了 上有四海龙王 驾驭着四海之水 布下了九天雷云 召唤出了九条雷龙 下有地火喷发 岩浆横流 乱石天降 时到如今 妖族终于走到了绝路 再无一线生机 虽然一兆年后 妖族也许会再次崛起 可那时的妖族 已经和他们无关了 一时之间 妖族可以说是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面临如此绝境 意外妖族士兵 顿时哀声痛苦了起来 呜呜 凄厉的呜叶声 赶天动地 这是一个庞大种族 面临灭绝时 所发出的最哀伤 最恐惧 最为悲伤的哭声 同时 这也正是魔族 所能赋予的 最标志性的哭声 眼看着下方一碗妖族 楚行云知道 他不能心软 别看他们现在可怜 但事实上 妖族的存在 最终将导致 荒谷世界的毁灭 面临末日 妖族自然是恐惧无比 哭得哀伤欲绝 但若放任不管的话 妖族会带给亿万种族 同样的命运和痛苦 长吸了口气 楚行云大手一挥之间 断然道 现在我宣布 妖族恶贯满盈 当诸 杀 杀 杀伴随着楚行云的声音 亿万魔族大军顿时高高举 起了手中的兵器 杀声震天 同一时间 楚行云默默凝聚眉心之间 那一团混沌之火 打算彻底结束战斗 混沌之火 即便是阻击大能 也同样是无法抗衡的 因此 三大妖皇虽然实力强横 但是面对这高处一整个阶层 超脱这方天地的力量 却依然是无法抵抗的 以九霄为例 即便它凝聚了亿万妖兵的战骑于一身 可是在力量层次上 却毕竟只是后天的力量 而混沌之火 却是凝聚亿万火焰 反扑归真 凝聚为先天的混沌之火 虽然表面看起来 那团混沌之火 只有小小的 成人拇指大小的一团 可是别小看这团混沌之火 却是在过去六七十万年里 汲取了亿万拥有火系血脉的妖族 龙族 以及荒谷万族的精血 才凝聚而成的 确切地说 这团混沌之火 便是由妖族和龙族 所有战死的火系修饰的精血 凝聚而成的 尤其是过去三十万年时间里 每天都有超过十亿的妖族 葬身魔族大军的手中 其中 火系的妖族修饰 足有三亿多 值得一提的是 火系修饰 虽然只占妖族修饰的五分之一 但是火系修饰 更适合战斗 更适合成为战士 因此 在妖族大军中 有三成多 是火系的修饰 每天吸收三亿妖兵妖将的精血 一连吸收了三十多万年 这才凝聚起一团 拇指大小的混沌火焰 由此可见 这团混沌之火 有多么的不易 可以说 楚行云突进了妖族 用整个妖族的血脉 才凝聚成了这团混沌之火 如此火焰 其威力 怎么可能是区区一介妖黄 所能抗衡的 别说妖黄了 就连阻击大能碰上了 恐怕也要退避三射 眼看着三个面露 哀戚之色的妖黄 楚行云悠悠叹息了一声 叹息声中 楚行云默默催动着那女混沌之火 混沌火出 天地射服 轰隆 轰隆隆 就在楚行云凝聚起混沌之火 即将出手抹杀那三大妖黄的时候 一阵剧烈的轰鸣声中 地动山摇 天地无光 感受着那剧烈的大地震荡 楚行云猛地皱起了眉头 目光中满是警惕之色 其他人 也许感觉还不清晰 但在楚行云的感知里 一道阻击的威压 正从大地的深处 剧烈地拨动了起来 轰隆 轰隆隆 剧烈的震荡之间 所有的超级火火山 那喷吐着的冲天火焰 迅速收敛 那滚滚的浓烟 也彭腐忽然被掐灭了一样 声势迅速地萎抿了下去 面对这一幕 楚行云顿时皱起了眉头 很显然 那个澎湃住祖籍威压的存在 拥有着最本源的火焰之力 随着那祖籍大能的出手 楚行云竟然瞬间 便失去了对地心火焰的掌控 所有的超级火火山 竟然瞬间就被镇压了 随着超级火火山被镇压 地火失去了喷涌的通道 地心之中地地煞火神弩 自然就无法出现在地表世界了 只不过楚行云其实本来就没打算真的将那七十二尊地煞火神弩给请出来 一来是因为那是近乎灭世一般的罪孽 楚行云根本抗不起 二来那七十二尊地煞分身 此刻正封闭在地心世界之内 全新炼制楚行云的七星古剑 根本没可能出来的 最重要的是 有混沌之火在 楚行云要解决这三大妖皇 根本就不必出动地煞火神弩 直接动用混沌之火 便可以一击必杀 不过现在 事情显然出现了变故 一尊未知的祖籍大能 显然正在苏醒 而且 这祖籍大能刚一苏醒 便镇压了超级火火山 作为水系神龙 楚行云虽然坐拥幽明海 但是那地心火焰 却并不在他的权限范围之内 楚行云种族天赋与特性 以及自身的属性 也不擅长驾驭火系能量 楚行云最擅长的是水系 而地底深处 那正在苏醒的祖籍大能 显然正是一名火系的存在 神色一领 楚行云大手一挥之间 示意魔族和龙族大军 退得更远 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楚行云可以感受到 又一道澎湃的祖籍能量 正在苏醒 最让楚行云无奈的是 这第二道祖籍能量苏醒的位置 竟然就在那云巅高原之下 那第一道祖籍能量也还罢了 虽然刚一苏醒 便镇压了所有的超级火火山 但其苏醒的速度 却非常缓慢 此时此刻 楚行云可以清晰地感受到 那尊火系的祖籍大能 正在疯狂地抽取着地心之火 随着大量的地心之火被抽取 那尊祖籍大能的实力 也是越来越强 但距离那尊火系的祖籍大能 完全苏醒 还需要一段时间 最让楚行云忌惮的 是那第二道祖籍大能传来的波动 这第二尊祖籍大能 显然是土系的祖籍大能 此时此刻 这第二尊祖籍大能 正即身在云巅高原之下 此刻正在快速地苏醒 并且 这第二尊祖籍大能 一边苏醒 一边朝战场的方向赶了过来 从其运行的方向来看 很快 这尊祖籍大能 便会从云巅大来谷下钻出来 因此 如果龙族和魔族大军 不尽快退开的话 那祖籍大能一现身 便会瞬间秒杀大量的龙族 以及魔族的大军 很快 亿万龙族和魔族大军 缓缓退了开来 与此同时 大地的震荡 越来越剧烈 居高临下 朝地面看去 大地剧烈的震荡之间 云巅大来谷之内 乱世横飞 一道道裂缝 纷纷出现在山体 以及来谷的底部 轰隆 终于 当大地的震荡 达到一个极限的时候 一声剧烈的轰鸣声中 云巅来谷之下 乱世横飞 一头神骏的异兽 瞬间轰破来谷下的地面 从大地下窜了出来 放眼看去 这只怪兽 神骏无比 龙手 鹿身 牛尾 马蹄 一身火红的龙铃之上 生腾着熊熊的火焰 祖麒麟 见到这神骏无比 周身散发着祖籍威压的异兽 只一瞬间 楚行云就判断出了他的来历 看中一脸愤怒 周身火焰生腾的祖麒麟 楚行云瞬间便有所醒悟 祖龙既然在 那么祖麒麟 以及祖凤也肯定都在 祖籍生物 是不死不灭的存在 但是却会受伤 很显然 当年 龙 凤 麒麟 三族大战的时候 祖龙和祖凤 祖麒麟 都身受重伤 不得不进入无境的长眠之中 以恢复自身的伤势 在祖凤和祖麒麟 进入无限长眠的时候 凤族和麒麟族进行了合并 组成了现在的妖族 原本 祖凤和祖麒麟 其实并不在意 妖族的生死存亡 但不要忘记了 所谓的妖族 是由当年的凤族和麒麟族 合并而成的 所谓的凤族 其实就是鸟族 所谓的麒麟族 其实就是兽族 现在 当妖族面临绝境的时候 鸟族和兽族 也就是凤族和麒麟族 自然也面临着被灭绝的时刻 因此 当亿万妖兵妖将 面对着绝境 哀生痛哭的时候 他们的悲伤和无助 他们的绝望和痛苦 惊醒了沉睡中的祖凤和祖麒麟 现在 祖麒麟已经醒来 并且第一时间抵达了战场 而祖凤 显然还在大地深处 抽取着地心火焰 以恢复实力 还要一段时间 才可以赶过来 眼看着祖麒麟出现 亿万妖兵妖将先是一愣 不过很快 妖族之中 亿万兽族 便透过血脉的感应 以及祖麒麟的形象 明白了他的身份 要知道 兽族之中 诸多王族 都拥有着祖麒麟 的血脉 因此 透过血脉感应 他们很轻易地 就可以判断彼此的关系 顿时 妖族大军中 所有的兽族 也就是原麒麟族的 妖兵妖将 纷纷跪倒在地 叩拜祖麒麟 后 仰天一声愤怒的咆哮 湿热的火光 从祖麒麟的口中 喷射而出 祖麒麟一双眼睛 四处扫尸一周 怒声道 谁 是谁要残害我 麒麟族子民 大吼声中 透过 祖籍大能的感应 祖麒麟很快便将目光 锁定在了四海龙王的身上 完全没有把楚行云 放在眼里 之所以如此 其实也是一种必然 首先 在场的所有人中 除了祖麒麟外 就属三大妖皇 以及四海龙王的实力和境界最为高深 其次 以身份而言 四海龙王的身份是最高的 即便是楚行云 其实也不过是龙族的一员而已 再一次 楚行云的实力 根本引不起 祖麒麟的戒备 在不动用混沌之火的前提下 楚行云连三大妖皇都打不过 又怎么可能放在祖麒麟的眼里 而混沌之火 威力虽然巨大无比 但却属于一种类似法宝和法器的存在 并不算是楚行云本身的实力 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是 祖麒麟刚苏醒 就发现自己的子孙后代 要被人灭族了 原本刚苏醒 脑子就有点乱 再加上过度的愤怒 因此祖麒麟很轻易地 就将楚行云疏忽掉了 后 仰望着云层中的四海龙王 祖麒麟猛的 仰天 一声咆哮 咆哮声中 云颠来谷之内 四座高耸入云 直径上百里的山峰 忽然拔地而起 见一般的潮须空射了过去 轰轰轰 剧烈的轰鸣声中 四座险峻的巨山 腾空而起 朝住云层中的四海龙王轰了过去 哦 面对祖麒麟的攻击 四海龙王哪敢正面抗衡 不等四座巨山飞灵 便掉头逃顿 远远地毙了开来 放眼看去 那四座山峰 除了巨大一些 陡峭一些 险峻一些以外 并无特别之处 可是仔细看去 那四座山峰周围 却分不住千万道钢气叠层 千万道空间钢气摩擦之间 即使是金刚之躯 也会瞬间被震碎 然后摩擦成粉末 即便以四海龙王的身躯 一旦被这钢气叠层轰重 也会瞬间崩溃 完全无法对抗 楚星云知道 这三千道钢气叠层 会彼此震荡摩擦 每戏的时间里 会产生十二一六千七百八十万次摩擦 一旦被这巨山撞中 瞬间便会连续遭受 十二一六千七百八十万次的攻击 别说是四海龙王了 即便是祖龙清灵 也只能躲避 而不敢正面硬抗 眼看着四海龙王落荒而逃 狼狈逃窜 却并没有人嘲笑他们 要知道 这四座山峰 虽然体积巨大 速度缓慢 看起来根本撞不到人 可是事实上 这四座山峰之上 有着恐怖的吸引力 只要身在这四座山峰的万米之内 就逃无可逃 只能被吸入山中 被那钢气叠层 瞬间摩擦成粉末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四座山峰呼啸着 穿破了云层 却并没有能够伤到 四海龙王半根毫毛 面对于此 楚行云 以及所有人 都不禁一脸茫然 怎么回事 祖麒麟第一次出手 竟然落空了 祖籍大能的攻击 怎么可能落空 正在所有人茫然之间 那四座山峰 终于达到了最高处 在所有人茫然的注视下 四座山峰掉转过头来 尖头朝下 朝住下空俯冲了下来 等等 不对 看中那四座呼啸而下的山峰 四海龙王猛地瞪大了眼睛 放眼看去 四座山峰 并不是垂直下落的 而是斜斜地 朝东西南北 四个方向射了过去 轰轰轰轰轰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四座山峰 夹带住千万道钢气 呼啸着砸入了大海之中 朝住四海的海眼 疯狂地钻了过去 咚咚咚咚 沉闷的轰鸣声中 在祖祁林的驾驭下 那四座山峰 钻开了海水 直直地刺入了海眼之内 彭扶四个蝎子一般 四座巨山 将四道海眼 死死地给堵死了 见到这一幕 所有的妖兵妖将 顿时欢呼雀跃了起来 而同时 龙族和魔族的 一众士兵和大将 则面如死灰 很显然 祖祁林刚才那一击 针对的根本就不是四海龙王 而是那四道 正疯狂喷射着海水的海眼 看住祖祁林 楚行云不由地连连赞叹 果然不愧是祖籍大能 这一出手 就非同反响 首先是第一个 苏醒的祖凤 刚一苏醒 祖凤便第一时间 镇压了所有的火火山 如果火火山不被镇压的话 光是平级火山喷发 魔族就可以瞬间 毁灭世上的一切生灵了 随着所有火火山被镇压 魔族最强大的底牌 瞬间就被废掉了 接下来是祖祁林 跋山而起 直接堵住了四海的海眼 如此一来 龙族想用洪水 来毁灭整个妖族的想法 就彻底地破灭了 可以说 祖凤和祖祁林一出手 就瞬间破掉了龙族和魔族 最强大的 也是最后的那张底牌 至于斩杀四海龙王 这对祖凤和祖祁林来说 根本就不算是 事实上 如果封住了四海的海眼 就镇压了所有的火火山后 光是三大妖皇 便足以对抗 甚至是击败四海龙王了 根本就不需要 祖凤和祖祁林出手 随着四海的海眼被封堵 随着所有的火火山被镇压 龙族和魔族 瞬间便抵排尽尸 接下来 战斗又回到了最开始的状态 想要打败妖族 四海龙王必须正面与三大妖皇对战 可是现在的问题是 事实证明了 三大妖皇联手之下 完胜四海龙王 更何况 妖族这边 现在又多了一尊祖籍的大能 祖祁林 如此一来 战争的走势 瞬间便逆转了过来 眼看着周围亿万龙族和魔族大军 祖祁林傲然撇了撇嘴 下一刻 祖祁林仰天长笑了起来 祖祁林长笑声中 云颠来鼓周围 那十万大山之上 那些高耸入云的山峰 庞扶科棋子一般 凌空飞了起来 轰隆 轰隆 轰隆隆 一座座大山 犹如密密麻麻的蝗虫一般 纷纷从地面拔起 飞入半空 随后又落江下去 只是几夕的时间里 祖祁林便将方圆千万里内的 十万大山连根拔起 以这十万大山为镇宝 祖祁林布下了一道煞风龙阵 十万座大山 彻底将龙族和魔族的大军 围了起来 大阵范围之内 地心引力瞬间便提升了 十二万六千倍 在巨大的地心引力之下 所有飞翔在半空中的龙族和魔族 纷纷从半空中摔落了下去 那些实力比较强的还好些 只是或多或少 或轻或重的受了点伤 而那些实力相对缠弱的 魔族和龙族士兵 则直接摔死 甚至是摔成了肉将 至十夕的时间里 至一道大阵之下 祖祁林便瞬间灭杀 三千六百多万龙族和魔族大军 而且大阵之内 除了少数的龙将以上的修士外 所有人都失去了飞行的能力 而反观妖族那边 所有的兽族 自然是无法飞行的 可是所有的鸟族 却仍自由地翱翔在半空中 见到这一幕 楚行云的眉头 不由地皱了起来 很显然 鸟类骨骼纤细 身体轻盈 即便地心引力再强 也可以保持飞行 而龙族和魔族 身躯粗壮结实 沉重无比 地心引力提升之后 根本无法驾驭如此沉重的躯体 继续保持飞行状态 如此一来 妖族的飞行能力依然如故 而龙族和魔族 却同时失去了飞行的能力 只一瞬间 龙族和魔族的联军 便丧失了制空权 眼看着四海龙王如丧考比的样子 祖麒麟哈哈一笑 大声道 你们四的小泥丘 还不快过来见过你祖麒麟爷爷 听到祖麒麟的话 四海龙王心头猛然一颤 但是却 不得不乖乖地降下云头 恭敬地见过祖麒麟 冷冷地看住四海龙王 祖麒麟冷声道 你们四个小家伙 真是好大的胆子 竟然试图将我们麒麟一族赶尽杀绝 面对祖麒麟的问责 四海龙王一句话 都说不出来 若说他们不想灭了妖族 那纯粹是自欺欺人之谈 别说祖麒麟不信 他们自己也不可能相信的 但谁能想到 沉睡了一兆年的祖麒麟 竟然会在如此关键的时刻苏醒 现在 一方有祖籍大能 另一方没有 战略平衡 瞬间就被打破了 如今 尽管龙族和魔族联军 仍是兵精将广 但是继续打下去 却必然是有书无垠 哼 就在四海龙王 无言以对的时候 一声冷哼声中 一亮漆黑的九龙脸 飘然飞了过来 听到那道冷哼声 祖麒麟第一时间转过头 朝楚行云看了过去 在祖麒麟的注视下 楚行云傲然 助力在九龙脸上 抵达了祖麒麟的面前 冷冷地看住祖麒麟 楚行云道 不好意思 你似乎找错了人 想要灭掉妖族的是我 你 恶然打亮着楚行云 楚行云 祖麒麟疑惑的道 你是谁 你的气息似乎 面对楚麒麟 得疑惑 楚行云傲然昂住头颅 大声道 天道之下 我为魔族 现在 你可认识我了 魔族 听到楚行云的话 那祖麒麟不由骇然一颤 作为祖籍大能 祖麒麟自然知道 魔族的存在 事实上 魔也分两种 一为先天魔神 二为后天魔神 先天魔神有三千 但是在开天之时 却全都生死 至于后天魔神 同样有三千 只不知道何时才会现世 三千先天魔神 因为开天而死 因此 这天地欠下了 魔神一族天大的因果 从因果上说 三千先天魔神 既然因为开天而死 那么 这三千先天魔神 觉醒的时候 也正是这片天地 毁灭之时 但祖麒麟万万 没有想到的是 魔族 竟然出现得这么早 这么快 思索之间 祖麒麟的表情 渐渐严肃了起来 猙獰的一笑之间 祖麒麟凝声道 魔族竟然这么早 就出现了吗 不 现在还不是魔族 现世的时候 说话之间 祖麒麟猛地瞪大了双眼 周身能量汹涌的波 荡了起来 紧咬住牙齿 祖麒麟道 不好意思了魔族 这片天地 还远没到终结之时 所以 你还是给我泯灭吧 说话之间 祖麒麟周身火光闪耀 一道道毁灭的波动 自祖麒麟身上肆虐开来 不好 你快走啊 眼看着祖麒麟疯狂的 蓄积主能量 敖秀和敖敏 第一时间回过神来 分别从左右两侧 护在了楚行云的身前 看住敖秀和敖敏 一副母鸡护小鸡的样子 楚行云不由地柔和一笑 摇了摇头 楚行云道 没用的 这天地虽大 可是在祖籍大能面前 却是逃无可逃 说话之间 楚行云伸出双手 轻轻地将 敖敏和敖秀 拨到身后 踏前一步 楚行云用自己的身躯 将身后的四个女人 牢牢地守护了起来 傲然看住祖麒麟 楚行云冷声道 麒麟老祖 你我同为祖籍大能 你凭什么认为 自己一定能战胜我 面对楚行云的问话 祖 麒麟一便疯狂地蓄积住能量 一便不屑地道 如果给你足够的时间 你确实有成长为 真正祖籍大能的潜力和底蕴 顿了顿 祖麒麟继续说 可惜啊 你现在才刚刚成为 祖籍生物而已 祖籍大能的各种神通手段 你根本就来不及掌握呢 如何能是我的对手 听到祖麒麟的话 楚行云不由叹息了一声 点头道 确实 如果你是真身降临的话 现在的我 还真的无法战胜你 不过 说话之间 楚 行云微微一顿 一脸傲然地看住祖麒麟道 现如今 出现在这里的 不过是你的一缕神念而已 想要圣你 并不难 你 听到 楚行云的话 那祖麒麟不由恶然一愣 很显然 他没有预料到 对方竟然能看穿他的底细 确实 在荒谷时代初期 龙 凤 麒麟 三族大战期间 祖龙 祖凤 祖麒麟 都遭受了难以修复的伤害 那巅峰的一战之后 祖龙 祖凤 祖麒麟 都陷入了无尽的睡眠当中 时到现在 不是祖麒麟不想动用真身 而是祖麒麟的真身 伤势真的太重了 即便想动用 也根本无法动用 此时此刻 出现在这里的 其实只是祖麒麟的一缕神念而已 微微一愣之间 祖麒麒轻蔑地撇了撇嘴 即便只是一道神念 那也是真正的祖籍神念 我的攻击 你防不住 我的防御 你打不穿 呵呵 悠然一笑之间 楚行云对住祖麒麟勾了勾手指道 废话少说 有本事 你尽管放马攻过来便是 好 听到 楚行云 的话 那祖麒麟猛地张开了嘴巴 吼 凄厉的吼声中 一团麒麟形的火焰 猛地从祖麒麟的口中喷出 放眼看去 那麒麟形态的火焰 刚一离开祖麒麟的嘴巴 便犹如火雾一般 风驰电胆地 朝楚行云窜了过来 见到这一幕 楚行云不由地眯起了眼睛 大家都知道 祖麒麟这是全力以赴了 这道麒麟火 正是祖麒麟的那略神念 一旦被这道麒麟火轰重 楚行云必死无疑 眼看着那团麒麟火 夹带住天地之威 呼啸而至 楚行云长吸了口气 朝身旁的几个女孩子 看了过去 深深地看住四大龙女 以及那娇小的冰皇 楚行云道 和我一同赴死 你们 可曾后悔 面对楚行云的询问 五个女孩同时 摇了摇头 眼神中满是柔情 却不见丝毫的恐惧和绝望 楚行云满足地叹息一声道 放心吧 你们的男人 没有那么脆弱 说话之间 楚行云长吸了口气 挺起胸膛 抬起头颅 看中那飞速窜来的麒麟火 傲然地注立在 舞女的面前 楚行云道 我为魔祖 同为祖籍大能 我绝不逊色任何人 说话之间 楚行云右手一番之间 一枚无害的手镯 出现在了楚行云的手中 去吧 眼看着那道麒麟火滚滚而来 楚行云手手一抛之间 瞬间将那枚乌龙手镯 记在了半空中 这枚乌龙手镯 是楚行云从敖灵得来的 过去亿万年时间里 这枚乌龙手镯 都戴在东海龙宫的长公主手上 这乌龙手镯 拥有的法宝神通 就是可以无限汲取能量 并且无限地囤积 时到如今 没有人知道 这乌龙手镯内 到底蓄积了多少能量 尤其是最近六 七十万年 这乌龙手镯 一直佩戴在楚行云的手腕之上 汲取这楚行云的水系能量 这乌龙手镯内 那条青色巨龙 已经成长到了恐怖的程度 众所周知 五行之中 水能生木 因此 过去六 七十万年的时间里 乌龙环内的那条青木巨龙 吸收了楚行云身躯内的水系能量后 实力更是以几何倍数提升 如果说 楚行云接手的时候 那乌龙手镯内的青木巨龙 只是一颗嫩苗的话 那么时到如今 汲取了六 七十万年的水系能量之后 那颗小小的嫩苗 已经长成了高耸入云的参天大树了 眼看着楚行云 随手抛出了一个漆黑的龙形手镯 祖七灵并没有太过在意 可下一刻 一道无以名状的威压 瞬间从那乌龙环上喷涌而出 放眼看去 虚空之上 那漆黑的乌龙手镯 见风就长 只短短的三两戏时间内 那手腕粗细的乌龙手镯 就变成了一个直径上万名 硕大到无法形容的巨型手环 吼 吼 吼 下一刻 一连串的龙音声中 一条青色的巨龙 从那巨型乌龙手镯内 疯狂地窜了出来 这 这是 眼看着那恐怖无比的青色巨龙 祖七灵瞬间傻掉了 这条青色巨龙 真的太恐怖了 其微能之强 绝对可以比你阻击大能的全力一击了 以祖七灵的眼光 自然可以轻易地看出来 这条青色巨龙只拥有一击之地而已 可是现在的问题是 这一击之下 祖七灵的这缕神魂根本抵挡不住 祖七灵虽然口喷火焰 但事实上 它却是土形生物 而这青木巨龙 却是出自东海龙宫 常年佩戴在东海龙宫 长公主的手腕之上的 换句话说 这只青木巨龙 其实是源自祖龙血脉的 当这条青木巨龙被放出来的时候 便相当于巅峰状态的祖龙 全力地一击 不 这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面对这一幕 祖七灵一边疯狂地嚎叫 一边转身想跑 要知道 祖七灵属土 而东海龙宫却属木 五行之中 木刻土 更何况 现在的祖七灵 其实只是一缕神魂而已 怎么可能挡得住 祖龙全胜状态下 这全力地一击 敖屋 虽然祖七灵狼狈被逃窜 但是可惜的是 这乌龙手镯内的青龙 是有灵性的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那青色的巨龙 瞬间便追上了那道七灵火 并且一口将其吞进了嘴里 咔嚓 咔嚓擦 随着那道麒麟火 被青色巨龙吞噬 半空中 那硕大的 祖七灵的身躯 顿时出现了密密麻麻的裂痕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祖七灵庞大的身躯 化作一颗颗细微的沙粒 随风消散了起来 见到这一幕 所有人都知道 祖七灵的那里神念 已经被这条青色巨龙所吞噬 神念即使 祖七灵临时凝聚的这道分身 自然也无法继续保持凝聚了 七灵老祖 眼看着祖七灵 竟然被魔祖一招秒杀 一时之间 妖族中 所有的兽族顿时嚎啕大哭了起来 祖七灵的陨落 让所有的兽族 都痛不欲生 恨不能以身相替 对兽族来说 祖七灵就是他们的祖宗 他们的血脉 也或多或少地 传承自祖七灵 现在 眼看着兽族的祖先 为了守护和拯救他们 而战死沙场 那种痛苦 非语言所能形容 巴搭 巴搭 吞噬了祖七灵的神念之后 那青色巨龙 巴搭了一下嘴巴 满意地点了点头 随后慢慢转过头来 朝一个方向看了过去 下 下一刻 一声轻悦的鸣叫声中 不远处 一座超级火火山的火山口处 一道紫红色的火焰 冲天而起 冲天而起的火焰 凝聚为一只纵横三千里的火鸟 祖凤 看住那铺天盖地 遮蔽了半个天空的火鸟 所有人都知道 祖凤降临了 一时之间 妖族中 包括三大妖皇在内 所有的凤族 也就是鸟族 全部贵府与地 磕头不止 祖凤 是凤族之族 而凤族 正是鸟族中的皇族 一时之间 整个天穹之上 两尊巨型生物 遥遥地对峙住 这一边 是一条纵横三千里的青色巨龙 那一边 是一只纵横三千里的赤色凤凰 龙飞凤舞之间 天地之间 乱风肆虐 火焰排空 后 下 下一刻 那青色的巨龙 与那赤色的凤凰 同时鸣叫了一声 龙鹰凤鸣声中 一龙一凤 呼啸着朝对方飞了过去 嘖嘖 瑞丽的破空声中 一龙一凤 分别化作了一青一翅 两道流光 咚 前分之一 沙纳之间 那一青一翅两道流光 瞬间对撞在了一起 一时之间 一道天崩地裂般的轰鸣声中 天穹之上 庞扶炸开了一道最绚丽的花火 全力对撞之下 那道青色巨龙 以及那只赤色的凤凰 瞬间变撞得支离破碎 痛苦地捂住耳朵 妖族 魔族 龙族的大能 耳朵中 都流出了层层的鲜血 至于普通的妖兵妖将 龙兵龙将 以及魔兵魔将 更是震死了不知道多少 甚至于 就连大地之上 那高耸挺拔的山峰 都被震得支离破碎 变成了一座座光秃秃的凸山 眼看着不满火星的天空 楚星云不由的眼中闪过一丝笑意 原本 那青色巨龙 应该只有一击之力的 但吞噬了祖麒麟的那缕神念之后 那青色巨龙得到了巨量的补充 不但没有就此消散 反而越发地强横了 巅峰状态之下 那青色的龙 与祖凤全力对轰了一击 结果自然是两败俱伤 同归于尽 如此一来 妖族的两大分支中 鸟族的祖凤 以及兽族的祖麒麟 进阶败亡 到此为止 再没有任何力量 能阻止楚行云 将整个妖族彻底覆灭 楚行云仰望着漫天的花火 耳中 传来妖族的痛哭声和哀嚎之声 一日之间 祖麒麟和祖凤相继出现 相继给了他们无限的希望 但悲哀的是 无论是祖麒麟 或是祖凤 都先后败在了魔族的手中 一时之间 在所有妖族 魔族 以及龙族的心目中 魔族的声势和威望 顿时提升到了 一个无可形容的高度 整个妖族之内 无论是鸟族或兽族 全部都哭得肝肠寸断 日月无光 一片哭声之中 一变凸起 在楚行云的注视下 那天穷之上 亿万颗流火 不但没有渐渐熄灭 反而又越烧越旺的迹象 见到这一幕 楚行云不由地瞪大了眼睛 脑海里不由自主地 想起了一个字 凤凰涅槃 现在想来 那青色巨龙 属性帷幕 刚好顽客 土属性的祖麒麟 但助祖凤却不同 它并不是土属性的 而是火属性的 一苏醒 祖凤便剥夺了 楚行云对地心火焰的掌控 轻易地封正了 72座超级火火山 现在 虽然从表面看起来 祖凤和那青色巨龙 似乎已经同归于尽了 可是不要忘记了 五行之中 木能生火 而且 祖凤拥有凤凰涅槃的 天赋神通 因此 虽然表面看起来 祖凤已经死掉了 但事实上 它不但没死 而且凤凰火焰 燃烧着青色巨龙的 木系能量 祖凤的实力 将会得到 无数倍的提升 一旦祖凤施展凤凰涅槃 这漫天的火焰凝聚之下 祖凤将再次降临 其实力不但不会减弱 反而会直接回到 大圆满的全胜状态 到了那个时候 楚行云要面对的 可就不是一道 区区的祖凤神念了 虽然不可能永恒存在 但是楚行云即将面对的 是巅峰状态的祖凤 下 在楚行云 越想越感到恐惧的时候 下一刻 一道清悦的鸣叫声 自天穷之上响了起来 听到祖凤的鸣叫声 妖族 龙族 以及魔族大军 齐齐抬起头来 朝天穷之上 看了过去 放眼看去 天穷之上 那数以千万计的流火 纷纷凝聚成一只 或大或小的火鸟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千万只火鸟 扑扇着翅膀 朝着同一点 全速飞了过去 见到这一幕 楚行云 骇然惊叫了起来 白鸟嘲凤 凤凰涅槃 涅槃 伴随着楚行云的 惊叫声 千万只火鸟飞舞之间 渐渐地凝聚成了一只 通体火红 亮到刺眼的 巨大无比的火凤凰 恐惧地看住天穷之上 那纵横三万里的 巨型火凤凰 楚行云 只感觉嘴里一片苦涩 原本 对上祖凤 楚行云就没有 必胜的把握 现在可好 一幕升火 然后挤住白鸟嘲凤 凤凰涅槃 这祖凤凰的实力 瞬间便提升了 不知道多少倍 如此一来 楚行云已经不知道 要如何才能战胜祖凤了 混沌之火嘛 楚行云现在担心的是 一旦祭出混沌之火 那混沌之火 会像地心之火一样 瞬间失去控制 被祖凤强行剥夺 一旦混沌之火 落入祖凤手里 楚行云就更不知道 该如何对抗了 呵呵呵呵 一片苦涩中 一连串低沉的笑声 自天穷之上 飘荡而下 放眼看去 那赤红无比 纵横三千里的祖凤 傲然沸腾 与天穷之上 双翅山洞之间 一排排 一列列火焰 在天穷之上纵横飞舞 楚行云知道 一旦这祖凤发动攻击 这千万道火焰 将从天而降 所过之处 绝对是焚山主海 万物交枯 如果有可能的话 楚行云很想转身逃跑 可是时到如今 凭极住虚空之力 楚行云虽然绝对跑得掉 可是他虽然能跑 但其他人怎么办 敖敏 敖秀 敖妹 敖灵 兵皇 难道都丢下不管吗 还有四海龙王 四大魔王 以及魔族和妖族的大军 都这么丢在这里 任由他们被斩杀一空吗 长吸了口气 楚行云知道 虽然想不出任何办法 去战胜这祖凤 但是既然对上了 就不容逃避 最多 不过以此而已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住 随着越来越多的火鸟 不断飞入那硕大的祖凤身躯之内 天穷之上 祖凤的身躯 越来越大 渐渐地 祖凤的身躯 超越了三万里 继续疯狂地提升住 汲取超级火火山爆发的火焰 汲取青色巨龙溃散后 木系能量所生的火焰 祖凤的身体越来越大 终于 随着最后一只火鸟 融入祖凤的身躯之内 祖凤的最终形态 终于出现了 放眼看去 整个天穷 已经彻底被祖凤的身躯所遮蔽 纵横九万里的祖凤 傲然悬浮于天穷之上 将整个天地都囊括在了羽翼之下 居高临下 祖凤轻蔑地看住楚行云 此时此刻 在祖凤的眼里 这小小的魔族 只要喷口气 就可以随手灭掉 根本就不足为奇了 不让你伤害奥云哥哥 感受到祖凤那深深的恶意 楚行云肩膀之上 一只小小的冰黄 猛地窜了起来 飞翔于半空之中 张开双翅 挡在了楚行云的面前 看住那小小的冰黄 祖凤先是撇了撇嘴 可是下一刻 当祖凤看清楚了 那道娇小的身影时 祖凤那浩瀚九万里的身躯 却猛地剧烈一颤 撒下了漫天的火焰 祖黄 是你吗 面对祖凤黄的问话 小冰黄扇动住翅膀 翠声道 我不是祖黄 我是小冰黄 是魔王哥哥的妻子 魔王哥哥 妻子 听到小冰黄的声音 天穹之上 那巨大无比的火缝 瞬间便进入了暴躁的状态 是 锐利的破空声中 一道火线 自祖凤的头颅中射了出来 瞬间落在了楚行云 与小冰黄的面前 近距离下 楚行云 小冰黄 以及祖凤 顿时打了个照面 是你 看清祖凤面容的一刹那 楚行云如遭雷击 失声惊叫了起来 热切地看住水流香 又看了看楚行云 那祖凤冷声道 怎么回事 你是谁 你认识我 愤恨地看住面前的祖凤 楚行云 紧咬住牙齿 一字字道 认识 何止是认识 帝天翼 你真的不认识我了吗 帝天翼 听到楚行云的话 祖凤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思索了一下 祖凤摇了摇头道 不好意思 我不叫帝天翼 也没听过这个名字 不过 说话之间 祖凤歪了歪头 然后微笑着道 帝者 与天对弈 这个名字不错 非常的不错 哈哈一笑之间 祖凤傲然环顾一周 断然道 从现在起 我为帝天翼 帝天翼 便是无知名讳 什么 你 听到帝天翼的话 楚行云一脸的恶然 很显然 这祖凤就是后世的帝天翼 这不仅仅是长相相似的问题 就连灵魂波动 以及神念波纹 都是完全一样的 因此 不需要怀疑 祖凤就是帝天翼 帝天翼就是祖凤 可是 现在的祖凤 显然并不认识楚行云 也不叫帝天翼 更让楚行云无言的是 祖凤竟然是从他这里 才得到了帝天翼这个名字 看住威风扒面的祖凤 楚行云只感觉 脑海内一片混乱 通常而言 都是过去影响未来 但现在 却反了过来 楚行云用未来 改变了过去 如此一来 帝天翼这个名字 到底从何而来呢 摇了摇头 楚行云知道 现在不是考虑这些的时候 如何战胜祖凤 才是他唯一需要考虑的 原本 战胜凤族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和祖凤竟不同 祖凤行事 将就的是谋定而后动 一苏醒 祖凤竟直接便闯了过来 结果被楚行云一招秒杀 而祖凤则不同 刚一苏醒 便全力汲取地心火力 全速恢复实力 而且 即便恢复了实力 也没有第一时间跳出来 直到确定了楚行云的杀手锏之后 祖凤才第一时间跳出来 表面上看 祖凤似乎很无脑 一头就撞了过来 甚至比祖麒麟还快 瞬间被秒杀 但不要忘记了 凤凰一族 拥有着凤凰涅槃的神通 尤其对凤族来说 只要还有一点火星 没有被熄灭就 可以施展白鸟嘲凤 实现凤凰涅槃 虽然涅槃之后 实力必然严重受损 但这次却不同 五星之中 木能生火 祖凤和那青色巨龙 看似同归于尽 可是事实上 却不燃 燃烧了青色巨龙的 青木能量后 结合着原本汲取的 地心之火 祖凤将整条青色巨龙的能量 转化为火系能量 让自己的实力 瞬间提升到了巅峰状态 光这样 还没结束 此时此刻 那纵横三万里的火峰 依然悬浮在半空中 巨大的火峰双翼之下 七十二座超级火火山 剧烈地喷发住 七十二座火焰 腾空而起 源源不绝地 挥入了祖凤的身躯之中 放眼看去 天穷之上 那祖凤的身躯 正在以恐怖的 肉眼可见的速度 疯狂地膨胀住 因此 虽然表面上看 祖凤似乎麻痹大意了 在这边和楚行云一通闲扯 但事实上 每分每秒 祖凤的实力 都在疯狂地提升 时间越久 祖凤的实力就越强 而相对而言 楚行云这边的实力 已经无法提升了 因此 破延时间 只会增加祖凤的实力和胜率 降低楚行云这边的实力 可是 面对这个局面 楚行云却没有太好的办法 且不说楚行云能否战胜祖凤 就算楚行云能够战胜祖凤 也不敢轻易动手 一旦祖凤的这里神念死掉了 那么天穷之上 那巨大的火凤 可就失去控制了 一旦任由那漫天的火焰 瞬间落下来 除了楚行云 以及四海龙王等顶级大能外 其他的妖族 龙族 以及魔族士兵 都将被活活烧死在这里 祖皇 是你吗 在楚行云快速思索之间 祖凤双眼放光地 朝楚行云身前 那只展翅的冰皇询问了起来 面对祖凤的询问 那冰皇疑惑地歪了歪头 戏声道 我没有名字的 敖云哥哥叫我冰皇 所以我不是祖皇 你认错人了 看住冰皇可怜兮兮的样子 听着他那可怜巴巴的话语 楚行云这才意识到 一直以来 他竟然没有给冰皇起名字 不过这也难怪 毕竟 在楚行云的心目中 冰皇就是水流香 根本不需要为他取什么名字 思索之间 楚行云开口道 冰皇 你是有名字的 以后记住了 你姓水 名叫水流香 水流香 听到楚行云的话 小冰皇亮起了眼睛 轻轻念了 哼 听着冰皇楚行云的对话 祖凤皇摇了摇头 断然道 不可能 他不是什么水流香 他是祖皇 我绝对不会认错 顿了顿 祖 凤皇继续说 毕竟 我和他之间的生命印记 是截然相反的阴阳两极 这绝对错不了的 听到祖凤的话 小冰皇傲娇的昂起了脑袋 断然道 敖云哥哥说 我叫水流香 那我就叫水流香 你在那里插什么话 开心了一笑 楚行云道 是啊 你是 我的小香香 绝对不会有错的 你 你们 看住冰皇水流香 与魔祖凹云之间 你浓我浓的样子 火凤皇天翼 顿时黑起了面孔 长吸了口气 帝天翼颤抖着道 冰皇 自开天之后 我们的生命印记 自此阴阳两分 一直以来 我都在等待着你的祥事 没曾想 这一等 便是这么久 看住火凤帝天翼 那铁青的脸色 冰皇水流香 似乎有点害怕 扇动着翅膀 冰皇小心翼翼地 飞回了楚行云身边 落在了他的脖子后面 一对精致的小爪子 紧紧地抓着楚行云的衣领 冷冷地看住楚行云和水流香 帝天翼显然有点无法接受 这样的结果 要知道 开天之初 帝天翼和水流香的生命印记 是彼此纠缠的阴阳两极 开天后 阴阳初分 帝天翼和水流香的生命印记 也自此离散 因此 这冰皇水流香 其实是火凤皇帝天翼的命定妻子 火凤对冰皇 一如楚行云的水系黑龙 对住傲昧的火系赤龙 一兆年前 为了镇压许多火山 火凤帝天翼最先降临 成为了凤族 但光靠火凤帝天翼一人 显然不足以压制住那么多的火火山 好在 冰皇 不久后也降世了 开天之初 诸多火山 都在疯狂地喷发 为了镇压所有火山 给所有生灵 创造一个适合生存的环境 冰皇自身为封印 化为通天冰川 封镇了荒谷大陆的南极和北极 两处最大的火山口 随后 火凤帝天翼 拼击住强横的控火能力 控制地心之火 强行熄灭了所有的火火山 到此为止 荒谷世界的环境 才渐渐变得适合生物生存 变成了一个多采多姿的世界 不过 为了封镇火山 冰皇水流香 当场生育 神魂遭受了毁灭性的伤害 进入了无尽的睡眠当中 对比而言 火凤也在驾驭地心火焰的时候 透支了自己的神魂 虽然没有陨落 但也是进入了无比虚弱的状态 开始了无尽的长眠 随着祖凤和祖皇的沉睡 随着荒谷世界环境的改善 渐渐地 荒谷世界中 诸多生命印记 开始繁衍开来 先后出现了龙族 兽族 鸟族 随着荒谷万族纷纷崛起 在祖凤帝天异神殿的指导下 凤族成为了河龙族 以及麒麟族 并驾齐驱的三大种族之一 而冰皇水流香身允号之后 却一直没有再出现 一直到现在 祖凤皇终于再次见到了 他朝思暮想的冰皇 看出小心翼翼 一脸惧怕的 躲在楚星云脖子后面 偷偷探出头来 小心翼翼朝他看过来的小冰皇 帝天异内心一片柔软 当年 冰皇其实不需要死的 或者说 当年的冰皇 以及火缝 其实只要死一个就可以了 很显然 冰皇选择了牺牲自己 冰皇的一对翅膀 化作了两片冰原 将荒谷大陆的南极和北极 永恒的冰封在了冰川之下 若不是冰皇牺牲了自己 火凤皇恐怕得活活被累死 因此 时到如今 整个荒谷世界的亿万生灵 都欠下了冰皇天大的恩德 若无冰皇的牺牲 这荒谷世界 就永远不可能出现生命 就算到了此刻 所有人依然在承受着 冰皇的恩惠 若不是冰皇的两片冰翼 封镇了南北两极的火山口 地心之火 将喷涌而出 将整个荒谷世界 彻底化为一片焦土 长吸了口气 帝天翼冷冷地看住楚行云道 你的命定之妻 是你身后的那条火龙 所以 请你放开冰皇 他是我的 面对帝天翼的话语 楚行云冷冷笑道 时到如今 他已经是我的妻子了 难道 你要我抛弃他吗 哼 冷哼一声 帝天 翼翼 也冷笑住说 你到我瞎吗 冰皇的先天原因 完美如初 你们根本就没有进行阴阳交合 并无夫妻之时 先天原因 听到帝天翼的话 楚行云不由恶然 每个未经人世的女孩子 都有原因 可是先天原因 却只有那些先天级的荒谷大能 才有可能拥有 看住帝天翼严肃的脸孔 楚行云咧嘴一笑道 我承认 我和冰皇之间 纯洁如水 但是 你和他之间 不也是一清二白吗 哼 冷哼一声 火凤也知道 他和冰皇之间 从开天之初 就忙着治理火山 根本顾不上儿女私情 更别提什么结婚 以及阴阳交合了 也因为如此 所以冰皇的先天原因 才可以保留到现在 看住帝天翼 沉默不语的样子 楚行云继续说 虽然开天之初 你们的生命印记 确实交缠在一起 但是他是他 你是你 他并不是你的附庸 他不属于任何人 只属于他自己 顿了顿 楚行云继续说 现在 刘翔已经嫁给我 是我的妻子 无论如何 这是他自己的选择 没有人可以牵涉 你 你 听到楚行云的话 火凤一句话 都说不出来 确实 虽然说 开天之初 他们的生命印记 交缠在一起 根据荒谷世界的说法 他们是命定的夫妻 可是 这个说法 其实也就是一个说法而已 真正的荒谷世界 夫妻之间的聚散离合 其实是很常见的 平均每一对夫妻之中 都没有一对是命定的夫妻 用俗世的话来说 他们找到了彼此的真爱 绝大多数的命定夫妻 其实不能成为夫妻 尤其是龙族的那些荒谷大能 更不知道侵占了多少 原本并不属于他们的雌性 因此 想拿命定说事 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看住地天一之物的样子 楚行云淡然一笑 继续说 不说别人 单以你而言 过去这亿万年来 你有过多少任妻子 有多少原本不属于你的女孩 为你所霸占 甚至帮你生出了后代 面对着楚行云的质问 地天一的面色 一阵红 一阵白 却找不到一句话可说 虽然楚行云说得很客气 可是事实上 他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既然 地天一能侵占 原本属于别人的命定之期 那么别人 凭什么就不能占有 他的命定之期呢 而且 身为祖籍大能 其实对于命定一说的认识 远比一般修饰深刻 所谓的命定 其实就是天道之下 最初 他们的生命印记 是彼此纠缠的 彼此的关系 就如夫妻一般 可是事实上 开天之后 数以依照记的生命印记之间 彼此的聚散离合 都是随机的 如果把荒谷世界 比作大海的话 那么火凤凰和冰黄的生命印记 就像是大海里的两滴水 虽然有那么一刹那 这两滴水是相邻的 可是很快 这两滴水就分开了 从此以后 这两滴水想要再次相邻 那真的太难 几率太小太小了 理论上说 这两滴水再次相邻的几率 无限接近于零 因此 拿命定来说是 对于普通修士来说 也许还能蒙混过去 但对于祖记大能来说 其实是没有说服力的 虽然对绝大多数人来说 他们是永远找不到 自己命定之人的 可是对于楚行云 水流香 熬昧 熬灵 这一众荒谷大能来说 他们的生命能量 他们的灵魂层次 都太高了 因为生命的能量 以及灵魂的层次太高 所以即便经历万事 彼此的生命印记 也依然可以透过彼此之间 强大的吸引力 彼此聚集在一起 就算一个在天涯 一个在海角 他们终究会 彼此靠近 再次纠缠 楚行云和南宫花言两人之间 根本就生活在两个星域 两个不同的星球之上 可是 最终的结果 两人的生命印记 却还是彼此纠缠在了一起 至于冰魂水流香 以及火凤皇天翼 其实原本也该是如此的 但不要忘记了 为了永恒风阵南极和北极的火山口 冰魂的神魂 虚弱到了极限 甚至因此而生育 因此 冰魂的生命印记 已经暗淡无光了 根本散发不出什么吸引力 以至于 直到面对面 火凤皇亲眼看到了冰魂 才从他的形态上 判断出了他是祖皇 而且 光用眼睛 火凤都无法断定 直到验证过了冰魂的生命印记 确实与自己相对 才最终确定了祖皇的身份 一时之间 楚行云和帝天翼 傲然悬浮在半空中 彼此的双眼 互相对视住 帝天翼希望带着水流香走 因为那是他的命柄之妻 也是他最爱的人 而楚行云绝对不可能 让帝天翼带走水流香 一来 是因为楚行云深爱住水流香 二来 不管是前世还是今生 水流香都是他的妻子 三来 水流香的个人意愿 是和他在一起 而不适合陌生的帝天翼走 三方面的因素结合起来 让楚行云绝对不可能 让帝天翼带走水流香 此时此刻 帝天翼和楚行云 都有各自的理由和坚持 但同时 其实两人也都不是完全理智气壮 完全问心无愧的 对帝天翼来说 水流香虽然是他的命柄之妻 但他现在爱的却是奥云 而且正如奥云所说的那样 冰皇不属于任何人 他只属于他自己 他有权利 为自己做出任何的选择 而对楚行云来说 冰皇水流香 确实是帝天翼的命柄之妻 虽然这只是一个说法 但却是比较公认的一个说法 从理上说 抢夺他人的命柄之妻 终究是不合理的 可是 不管是前世 还是今生 楚行云的心 都深爱着水流香 而且 冰皇水流香 已经嫁给了他 成为了他的妻子 身为自己的妻子 小冰皇也是爱住他的 是自愿成为他的妻子的 因此 无论如何 楚行云都不可能在水流香 不愿意的情况下 任由其他的男人 把他带走 尤其是现在 对水流香来说 帝天翼根本就是一个 恐怖无比的陌生人 身为一个软弱的女孩子 楚行云怎么可能 允许帝天翼当面带走她 沉默了许久 终于 帝天翼冷哼一声 开口道 让我带她走 我可以放你们一条生路 否则的话 活风将士 你们都得忘 听到帝 天翼的话 小冰皇吓得一个哆嗦 羞的一声缩回了脑袋 躲在楚行云的脖子后面 瑟瑟发抖 再也不敢看那帝天翼了 对小冰皇来说 那只大红鸟 实在太恐怖了 浑身冒着火 而且 一脸凶巴巴的样子 和她走 怎么可能 面对帝天翼的威胁 楚行云并没有畏惧 反而轻轻地笑了起来 她已经没有退路了 无论前世或今生 她都不可能放开水流香 即便现在 明知道水流香 是帝天翼的命顶之期 依然不会改变 还是那句话 水流香不属于任何人 它只属于她自己 仰望天穷之上 那已经膨胀到 纵横三十万里的 巨大火凤凰 楚行云之道 虽然非常的危险 甚至可以说是 助纣为虐 但时到如今 这却是她唯一的底牌了 如果连这张底牌 都不能奏效的话 其实也没什么差别了 反正都是死 到底怎么死 就不必太在意了 思索之间 楚行云冷冷一笑 慢慢抬起了右手 时到此刻 事情已经打成了死结 根本无法调和 帝天翼要带水流香走 而楚行云 绝对不可能做事 因此 两人之间 必有一战 必然有一人 要倒在这里 时到现在 楚行云很清楚 如果任由帝天翼 先出手的话 那一切就结束了 身为巅峰状态的 阻击大能 别说是楚行云了 就算加上四海龙王 都接不下 对方随手的一击 因此 楚行云必须先出手 忽则 下一刻 一到漆黑的火焰 从楚行云的手心中 升腾而起 冷冷地看住火缝 楚行云道 想要杀我 那得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 你且看来 这是什么 什么 你这 随着黑色火焰生腾而起 执一刹那之间 火凤帝天翼的一头红色长发 便飘飞而起 混沌之火 乃万火之源 并且在天性上 可以压制一切火焰 眼看着那混沌之火 火凤帝天翼二话不说 转身就跑 如果是火凤真身在此 并不惧怕这混沌之火 这混沌之火再强 可是终究只有一小缕 所能造成的杀伤 也实在有限 因此 混沌之火 虽然可以伤到祖籍大能 但是想要杀死祖籍大能 那却万万不能 可是 说来也是好笑 这混沌之火 虽然只有这小小的一缕而已 但此时此刻的凤族 其实也不过是一缕 微不足道的神念而已 一缕混沌之火 虽然不足以杀掉祖凤 但却足以灭杀这道神念 眼看着火凤帝天翼飞速逃窜 楚行云却并不惊慌 在拥有虚空之力的楚行云面前 没有人可以逃跑 即使是以速度著称的火凤帝天翼也不行 回想着未来 帝天翼家驻与他身上的痛苦和折磨 楚行云不由地咬紧了牙齿 心念一动之间 那朵毫不起眼的混沌之火 飘忽地飞了出去 下一刻 蓝色的光芒闪耀之间 那玄黑色的混沌之火 瞬间消失在了半空中 当那玄黑色的火焰 再次出现的时候 正好出现在了帝天翼的正前方 不到十公尺的位置 帝天翼的速度太快了 只要三夕时间 他就可以从地面 重新回到天穷 到了那个时候 凭及他刚才凝聚的火焰奉身 他绝对可以轻易地将这朵混沌之火封阵 甚至于还可以反过来 抢夺这朵混沌之火 将其化为自己所有 有了这颗混沌之火的种子 只要给帝天翼一段时间 他甚至可以化身为混沌火缝 拥有着蔑视之威 火缝的速度 是荒谷世界中最快的 没有之一 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 无与伦比的速度 是帝天翼看家的本领 是他纵横无敌的一掌 可是现在 火缝终于因为速度 吃了大亏 蓝光闪耀之间 当帝天翼看到一朵漆黑的火焰 出现在前方不到十公尺的位置 虽然他意识已经反应过来了 但他的速度实在太快了 不等他扭转方向 已经瞬间撞在那朵漆黑的火苗上 忽则 一到若有若无的声响中 帝天翼猛地停下了身躯 低头看去 那朵漆黑的火苗 正落在他的胸膛之上 在心脏的部位 滋滋作响地燃烧住 苦笑一声 帝天翼转过头 朝天穷之下 依然一脸平静地 熬云看了过去 败了 帝天翼知道 因为他的麻痹大意 所以才给了楚行云 击败他的机会 他若不那么大意 不以神念之躯 靠近对方的话 即便对方拥有着混沌之火 也照样不是他的对手 让帝天翼郁闷的是 这朵混沌之火虽然微不足道 但却正好足以灭杀他的这缕神念 慢慢地转过身 居高灵下 帝天翼愤恨欲狂地看住楚行云 以及助力在他肩膀之上的冰黄 身躯色色的颤抖之间 帝天翼任由胸膛之上 那朵漆黑的火焰 滋滋作响地燃烧住 慢慢抬起的右手 火奉帝天翼 森寒无比地道 这次算你赢了 不过 你不要得意 冷冷一笑 帝天翼争宁的道 我 以祖风的名义历史 必诛杀你九生九世 取你九世头颅 串成朱炼 以喜涮杀身之耻 夺妻之恨 帝天翼说话之间 那漆黑的 混沌之火 熊熊地燃烧住 不断地吞噬着帝天翼的身体 死死地看住楚行云 帝天翼争宁的道 此事若不应验 祖凤永不出世 随着帝天翼最后一字出口 那漆黑的火苗 倒眷而上 瞬间将帝天翼的神念之躯 彻底吞噬了下去 忽则 随着帝天翼的那缕神念 彻底被焚毁 一声呼啸声中 那朵悬黑色的混沌之火 猛地胀大了一圈 从成人的拇指大小 膨胀到了鸡蛋大小 其体积 足足膨胀了十倍左右 星念一动之间 楚行云凌空收回了 那朵混沌之火 不愧是火系的祖籍大能 即便是微不足道的一缕神念 都蕴含着如此恐怖的火焰法则 轰轰 正暗暗感叹之间 一道道剧烈的轰鸣声 从天穷之上 传了下来 猛地仰头看去 入目所见 那纵横三十万里的超巨型火凤黄 剧烈地颤抖了起来 随着火风帝天翼的那缕神念被灭杀 纵横三十万里的超巨型火凤之躯 开始失去控制了 不好 见到这一幕 楚行云不由地大叫一声 如果任由这漫天的火焰爆裂开来 掉落在地面之上 那么 这里的所有妖族 龙族 以及魔族大军 除了极少数的顶级大能外 一个都别想跑 全都得被活活被烧死在这里 眼看着那巨大的火凤黄 周身不断出现一道道巨大的裂痕 眼看着那巨大的火凤黄 周身不断掉落下一球巨大的火焰 一世之间 不只是妖族 连龙族和魔族的大军当众 那些比较脆弱的士兵 也惊生哀嚎了起来 眼看着那硕大无比的火凤黄 即将凌空解体 下一刻 楚行云大喝一声 请四海龙王出手 降下海水 灭杀火凤 听到楚行云的话 四海龙王不敢怠慢 第一时间冻了起来 驾驭着漫天的乌云 四海龙王联手之下 降下了瓢泼大雨 随着漫天的雨水浇落下来 那巨大的火凤 周身水气生腾 但是体型却丝毫不见减小 见到这一幕 东海龙王开口道 请魔族出手相助 镇压72座超级火火山 面对东海龙王的邀请 楚行云不敢怠慢 寄出 燎原神 全力联通地心火焰 随着火风帝天意的神念被灭 楚行云很快便重新获得了 地心火焰的控制权 在楚行云的控制之下 所有的火火山上 那狂喷的火焰迅速减弱 在所有人紧张的注视下 一座座超级火火山 先后停止了喷发 随着那些超级火火山 一一被镇压 天穷之上 那只硕大的火凤凰 失去了补充 身躯在暴雨之中 终于开始缓缓缩小 放眼看去 天穷之上 千万朵火焰 自那火风的身躯上掉落着 不过 那些火焰之中 并没有蕴含祖风的神念 而相对的 那漫天的暴雨中 都夹砸住四海龙王的神念 因此 在失去了72座超级火火山的补充下 那恐怖的火凤凰 终于一纷纷地开始缩小 彻底被压制住了 赞叹地看住那渐渐变小的火凤凰 楚行云不由地叹为观止 试想一下 如果地天翼的那缕神念 没有被毁灭的话 那么 这巨大的火凤凰的火焰中 便夹砸住祖风的神念 普通的繁水 不但浇不灭 反而会越浇越旺盛 而且 祖风的神念若不被灭 那72座超级火火山 将不断地将地心火焰 补充到那巨大的火凤的身躯中 即便四海龙王再怎么浇 也于是无补 毕竟 超级火火山 岂是大雨可以浇息的 现在 地天翼大意之下 露出了破绽 被楚行云秒杀当场 但即便如此 四海龙王 以及楚行云 也拼尽了全力 才熄灭了这只巨型火凤之躯 虽然表面上 楚行云傲然悬浮于半空之中 一副宠辱不惊 八面威风的样子 在亿万妖族 龙族 以及魔族的兵将眼中 这魔族的能耐 可实在太恐怖了 先是强势统帅住魔族 碾压了妖族 打得妖族行将覆面 随后 又平级强横的实力和势力 逼得四海龙宫 不得不嫁出龙女 以求和亲 再然后 就是今天了 先是一招之间 轰暴祖麒麟 随后 同样是一招之间 灭杀祖凤 国往今来 能拥有如此战绩者 为魔族一人而已 此时此刻 在所有人眼中 魔族之威 堪称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可是事实上 只有楚行云自己知道 这一战 真的太凶险了 混沌之火 虽然强大 但也必须对命中对方 才有可能发挥威力 若不是祖风不知道 他拥有虚空之力的话 只要稍微有所防范 楚行云的混沌之火 就没可能命中了 而且只要躲过了 混沌之火这一击 楚行云就已经是输定了 一旦帝天翼的神念 回到那火风之躯内 混沌之火 便再也无法威胁到他了 驾驭着火风之躯 又掌控着帝星之火 有72座超级火火山 补充火焰之力 这帝天翼 根本就是不死之身 楚行云想战胜帝天翼 只有这一种手段 也只有一次出手机会 而帝天翼想战胜楚行云 却拥有着亿万种手段 以及无数次的机会 不过可惜的是 因为冰黄水流香的存在 火凤凰帝天翼并没有出手 而楚行云虽然只有一种手段 也只有一次机会 可是他抓住了 因此帝天翼的那缕神念 死的是极其憋屈 极其窝火的 明明实力比对方高出千万倍 明明随手就可以捏死对方 镇压全场 但最终 输的确是他 也怪不得 祖风帝天翼 在临死前 立下料如此恶毒的誓言 而且 让楚行云郁闷的是 他很清楚地知道 帝天翼的这个誓言 无限接近对线了 未来 帝天翼还真连续八世 斩杀了楚行云的轮回之身 现在的楚行云 其实正是第九世 只要斩杀了楚行云 并且取得了楚行云的第九世头颅 串成诸莲 帝天翼就可以兑现誓言 到了那个时候 帝天翼可以恢复祖风真身 而祖风真身 与祖龙真身一样 都是无敌的 虽然无法亲眼看见 但是楚行云知道 要不了多久 祖风休养一段时间之后 一定会分出一份元神 打入轮回之中 未来的帝天翼 正是因祖风的誓言 由祖风分出的元神所化 长吸了口气 楚行云低下头颅 朝下方的妖族大军 看了过去 随着天上的火风之躯 渐渐被浇息 祖麒麟 以及祖风带来的威胁 全部都被消弭一空 如今 已经没有任何人 是 呜 可以救妖族了 呜呜呜 面对于此 妖族的一众大军 都哀声痛哭了起来 祖麒麟被击败了 祖风也被击败了 三大妖皇知道 已经没有任何人 可以挽救他们了 不说别的 单凭魔祖那燃烧的 越发旺盛的混沌之火 就可以轻易地将 他们三人灭杀于此 此时此刻 摆在他们面前的 就只剩下了两条路 第一条 是解散妖族 跪地投降 第二条 就是誓死抵抗 然后举足被灭 为了保存妖族的精神 为了捍卫妖族的意志 三大妖皇没有打算逃跑 更没有打算投降 此时此刻 英勇的战死 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妖族 虚空之上 一声气血般的哀鸣声中 九霄跪倒在了虚空之上 对驻云巅高原的方向 一头磕了下去 妖族 又是一声哀鸣声 秦苍也跪倒在虚空之上 面对驻云巅高原 一头磕了下去 妖族 第三声哀鸣响起 丝封的身躯 立推金山 倒玉柱般的 一头磕了下去 遥望驻云巅高原之上 妖族的宗祠 那里 建造着妖族的雕像 哀鸣声中 九霄气血般的道 妖族 九霄有赴宁的嘱托 无法继续守护妖族了 今日 九霄只能以死 来捍卫妖族的尊严 九霄的化身 刚落 丝封便齐声道 妖族 丝封不孝 不能守护好 您亲手建立的妖族 今日 丝封以死 来守护妖族的威严 丝封的化身刚 落 秦封哀痛欲绝的道 妖族 秦封无能 不能完成您的主妇托 今日 秦封只能以死 来维护妖族的荣耀 随着三大妖黄 那气血哀鸣般的声音 下一刻 云巅高原之上 五色豪光 冲天而起 轰隆 赤裂的五色豪光中 一道虚幻的 由五色豪光凝聚而成的 萌龙身影 自云巅高原之上 拔地而起 什么 这 这不可能 亥然看住云巅高原之上 那顶天立地 傲然耸立着的虚影 楚行云不由的亥然欲绝 这尊虚影 是只有志强的种族 才可以凝聚出的功德真身 有功德真身在 只要不断累积功德 便可成就不死不灭的阻击真身 可是 这功德真身 岂是那么容易 就可以凝聚出来的 龙族就一直没有能够凝聚出功德真身 要凝聚功德真身 就必须是志强的种族 万众一星之下 经过亿万年的祭祀和祈祷 才可以缓慢地凝聚而成 从开天辟地以来 一直到楚行云生活的时代 整个天地之间 就只有龙族和妖族 才有可能凝聚出功德真身 功德真身 只有志强的种族 才可以凝聚出来 换句话说 只有万族至尊 才够资格凝聚出功德真身来 而从开天辟地以来 就只有龙族和妖族 先后成为过万族至尊 而且 龙族自始至终 都没能凝聚出功德真身来 要凝聚出功德真身 就必须成为异族的信仰 成为万种真心爱戴的存在 妖族能凝聚出功德真身 这已经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了 更不可思议的是 妖族这才崛起了多久 这么短的时间内 妖族竟然就凝聚出了功德真身 根本就不可能 唯一的解释 就是妖族九成以上的子民 都忠心热爱着妖族 以妖族的子孙之礼 全族供奉妖族 而且 这些妖民 还必须是真心实意 真情实感地 仰慕和爱戴着妖族 可是 这怎么可能 那妖族 哪来的本事 竟然可以让所有的妖族 都那么仰慕她 爱戴她 供奉她 等等 正在楚行云各种惊叹 各种羡慕之间 猛然间 楚行云想到了一个可怕的事实 虽然妖族是由凤族和麒麟族合并而成的 但是 祖凤和祖麒麟 却并非是妖族 确切地说 祖凤是凤族 祖麒麟是麒麟族 而妖族 是诞生在狐狸的手中 因此 狐狸才是妖族 遥望住云颠高原之上 那虚幻的五彩光影 虽然形态上和狐狸并不太像 但是试炼梦境就是如此 楚行云她的真身 乃是黑龙之躯 而不是人类的形体 夫 夫君 正在楚行云快速思索之间 一道怯懦的声音 从她身后响了起来 恶然转头看去 入目所见 声性怯懦胆小的敖敏 正满面泪水 畏惧地看住她 疑惑地看了看敖敏 楚行云不明白她为什么会哭 更不明白 她在害怕什么 尽量将声音放柔 楚行云道 怎么了有什么事吗 面对楚行云的询问 敖敏点了点头 张了张嘴巴却是 终没有勇气开口 皱了皱眉头 楚行云道 我们是夫妻 有什么话 你尽可直说 无论如何 我都不会生气 也不会将醉于你 默默点了点头 敏擦了擦脸上的泪水 轻轻捂住胸口道 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那些妖族好可怜啊 你可不可以不要杀他们这 面对敖敏的要求 楚行云顿时皱起了眉头 长泄了口气 楚行云深深地看住敖敏道 对敌人的仁慈 就是对自己最大的残忍 顿了顿 楚行云继续道 现在 如果我放过这些 妖族 那么千万年后 一旦妖族再次崛起 龙族则必然会被妖族锁面 这是你想看到的吗 你 这 面对楚行云的话 敖敏顿时与无伦次了起来 慌乱地看住楚行云 敖敏用力地摇头道 不要跟我讲道理 我也知道不该这样 可是 可是我真的做不到 不管他们说话之间 敖敏 猛地从九龙脸上窜出去了 在虚空之上 敖敏猛地转过身 张开双臂 拦截在了云颠来谷之前 泪如泉勇之间 敖敏道 对不起夫君 妾身不知道为什么会如此 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 但是 要杀妖族 请先杀了妾身吧你 我 面对敖敏如此诡异的反应 楚行云不由得恶然 怎么回事 敖敏怎么会莫名其妙的 突然善心大发 并且这么勇敢地跳出来 试图庇护妖族 不对 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可是 到底哪里不对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生性怯懦胆小的敖敏 哪来的勇气 跳出来和他的夫君作对 甚至要庇护妖族呢 就在楚行云一头雾水的同时 另一边 云颠高原之上 万妖其哀 随着三大妖皇 做出了殉族的决定之后 所有的妖族大军 都已经知道了自己的命运 妖族大军 九成为走兽 只有一成是飞禽 而所有的走兽 心目中信仰的 却是月神 当年 胡云和胡月 分别统治了鸟族和兽族 因此 妖族成立后 胡云设立为妖族 而胡月则被妖族的月神 妖族与月神 和并为妖族的祖神 因此 在这妖族危及存亡的时刻 所有妖族大军 除了向妖族祈祷之外 同时也向住妖族的月神祈祷 虽然妖族是由天狐族军师 胡云亲手成立的 可是事实上 若无月神放权配合 妖族根本就无从建立 因此 虽然妖族只能有一个人 但是在妖族的心目中 月神的地位 丝毫不比妖族低 妖族加月神 共同凝聚了妖族 因此 妖族不但敬妖族 更敬月神 对妖族来说 祖神缺一不可 两者并驾齐驱 随着异万妖族大军的祈祷 下一刻 天穷之上 一缕月光 瞬间投射了下来 那柔弱的月光 虽然看起来 并无太大的力量 但月光所过之处 那漫天的乌云 却瞬间便被消弭一空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柔弱而又皎洁的月光 自天穷之上垂落下来 与那妖族的身旁 凝聚成一道月白色的虚影 愕然看住那自天而降的月光 楚行云目光突然一宁 原本 楚行云以为 随着祖凤和祖麒麟的溃败 这个世界上 将再没有任何力量 可以阻止她毁灭妖族了 但事实却狠狠地抽了她一耳光 看住天穷之下 那两尊朦胧的光影 楚行云露出无比的苦涩的笑容 虽然这两道光影 非常的虚幻 也没有任何的威力可言 更守护不了妖族 但面对这两道光影 楚行云却什么都做不了 很显然 那道五彩的 妖族的功德真身 正是狐狸化身而成的 天狐族军师狐云 而刚才这道从天而降 月白色的月神投影 则是水千月化身而成的 天狐族军师狐月 换了世以前 即便是狐狸和水千月阻拦 楚行云也绝对不会收手 一定会彻底将妖族灭绝 但现在不比往日 很多事情都不一样了 在楚行云开启试炼梦境之前 狐狸为了不拖累楚行云 自枪而死 如果没有什么奇迹发生 狐狸基本上是魂飞魄散 连轮回转世的机会都没有 但现在 摆在楚行云面前的 恰恰是一份天大的奇迹 身为妖族 狐狸竟然早在一兆年前 便拥有了功德法身 这简直太疯狂了 只要有功德法身在 那么只要妖族不灭 狐狸就和其他的祖籍大能一样 是不死不灭的 如此一来 楚行云就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 要灭了妖族 妖族的功德真身便会消散 未来的狐狸自然会彻底死亡 永无轮回转世的机会 而如果狐狸真的是妖族 而楚行云并没有覆灭妖族的话 那就算未来的狐狸自枪而死 也照样可以再入轮回 再次出现在这个世界 快速思索之间 楚行云长吸了口气 将星神融入天道之中 开始推算了起来 事关重大 楚行云必须细细推算 然后才可以做出最终的决定 自从成为魔祖之后 楚行云获取了天道所赐的 那道魔祖玄光 那道玄光可谓是玄而又玄 不但代表着魔祖的身份 更是一把可以连通天道 探查天道奥秘的钥匙 有了这把钥匙 楚行云就可以将星神融入天道之中 探查天道之下 诸多的隐秘 而没有这把钥匙 根本没这个权利 且不说魔祖玄光 这一遍 楚行云将星神 融入天道之中 全速探查了起来 放眼看去 楚行云的双眼之中 一片片五彩斑斓 云雾般的光影 风驰电掣的流转柱 五彩斑斓旋转之间 渐渐地 楚行云的双目 渐渐暗淡了下来 天道之中 楚行云将目标锁定在妖祖的身上 沿住时间轴 朝未来的方向 全速搜寻了起来 忽则 眼前一暗 随后猛然一亮之间 下一刻 楚行云的眼前 出现了一颗无比熟悉的星球 真灵星 在楚行云惊骇的目光中 他的视线 急速向那熟悉无比的星球 标射而去 九寒宫内 哇哇 清脆的啼哭声中 一个包裹在墙堡中的婴孩 奋力地挣扎住 粉嫩如脸偶一般的双臂 听到哭声 几名九寒宫的宫女 将那粉装玉拙的婴孩抱了起来 为她换过尿布 喂过了冰莲丹禄 很快 那粉装玉拙的女婴 便露出了甜美的笑容 面带着微笑 甜甜地睡了过去 自天穷之上 楚行云的目光 俯视着那粉装玉拙的女婴 内心世界 已经快要崩溃了 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婴孩而已 可是这个时间 这个地点 这女婴的身份 楚行云就算再傻 也绝对能猜出来了 叶千寒 这个女婴必然是叶千寒 换句话说 妖祖就是狐狸 而狐狸竟然是叶千寒 在楚行云惊骇的眼神中 眼前的画面 加快了千百倍 飞快地流转住 在楚行云的注视下 那粉装玉拙的小女孩 一天天长大 身为叶雪上的关门弟子 这粉装玉拙的小女孩 跟师父的姓 姓叶 可以看出来 叶雪上很喜爱这个关门弟子 不但赐予她叶性 而且给她起了一个 非常好听的名字 千寒 果然 正如楚行云猜测的那样 这个粉装玉拙的女婴 正是叶千寒 在楚行云的注视之下 叶千寒茁壮地成长住 小时候的叶千寒就很漂亮 随着年岁的增长 叶千寒的美丽 也可谓是女大十八变 越变越好看 随着时间的流逝 九寒宫内 多了一个女孩 这个女孩不是别人 正是水流香 随着水流香的到来 叶雪上似乎有点一清别恋了 在叶雪上的命令下 叶千寒搬出了千寒谷塔 将自己从小居住的地方 让给了水流香 虽然 那千寒谷塔之内 寒风刺骨 可是那里却是整个九寒宫内 最佳的修炼场所 痛苦是必然的 可是正如叶雪上所说的那样 宝剑风从魔力出 梅花香自苦寒来 不能吃的那苦中之苦 如何成为人上之人 看住那水流香 天天居住在最好的洞天福地之内 却一天天流泪哭泣 叶千寒总觉得他很假 最好的地方 都让给他住了 他还有什么 不满意的 心态失衡之下 叶千寒便开始针对水流香 常常会虐待他 以平衡内心的失落感 时间一天天的流逝住 不满意的